来自全球各地的参会人员,大家早上好或者说晚上好。 首先感谢大家来出席京都国立博物馆国际研讨会敦煌写本尾卷与丝绸之路研究现状,对此表示感谢。 我是今天的会主持人,京都国立博物馆调查国际合作室的,我叫玛丽萨林连,请大家多多配合。 在召开今天的研讨会之前,我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告诉大家,那在开会过程中,如果大家对发言人有提问的话,可以利用Zoom参加者画面下面的Q&A这样一个功能,就提问功能,可以把您的问题写在这个栏目。 另外,因为发言人有时差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未必所有问题都能全部答复,对此请隐喻调解。 另外,我们受理问题是要截止到正式讨论之前,也就是说日本时间15点50分,北京时间14点50分为止。 那今天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提供日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大家可以选择。 那同样在画面的下面有一个地球仪的一个图标,大家可以点击地球仪的图标,选择您听的语言。 另外,我们还会给注册的人员来发送视频的链接,而且这个链接也会刊载在我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官网上。 还有发表人的简介,以及今天的日程安排,都可以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官网上下载,大家可以确认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馆长松本申之馆长做开会的致辞。 有请松本馆长。 各位,早上好。 好,那么这次我们能够参加举办国际研讨会,而且来自各国的人,很多人都能参加。 有的地方有可能是在深夜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首先,我想对所有与会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我们这次国际研讨会呢,是我们的这个调查国际合作史,对我们这个部门而言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 那么,我们非常就是希望能够,它能够获得成功,做了很多准备。 那现在虽然还是在新冠疫情这种情况下,但是来自全球的研究人员,还有相关人员,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欣喜。 另外,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策划,可能对我们而言是第一次,有很多还不太习惯的地方。 那还有日本艺术研究所,还有塞恩斯伯里日本文化研究所的苏珊教授等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建言和帮助。 那我也向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另外,这次参加的人员,有日本还有敦煌所在地,中国、英国、德国、美国等等,都是在各国,活跃在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会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成果,以及最新的一些经验。 那么,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尽管如此,但是整体而言,我们今天的会议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配合到最后,那也希望以此为契机,今后也能够从京都向全球传递信息,同时也能够与全球各地进一步开展合作,也请所有与会人员与配合。 那好,今天虽然国际研讨会时间比较长,但是敬请期待,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宋本馆长的支持,接下来由负责策划本次研讨会的京都国立博物馆研究员上山智英介绍本次会议的宗旨,上山研究员有请。 各位早上好,大家好吗?我是京都国立博物馆小山山。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宗旨和概况。 190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甘肃省敦煌市的墨高窟发现了大量的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写本。 这些敦煌写本,作为宗教、语言、政治、经济、文学、民俗等的手要资料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但是这些敦煌写本后来为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的探险队带到各地分散各处。 那这些研究必须要由各国的所藏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 京都国立博物馆也收藏着大股探险队所带回来的产品, 共藏有90多卷西域出土写本,因此也应承担其中一个责任。 而大约40年前,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的调查中, 敦煌写本的有名的专家、京都大学名义教授滕之晃教授指出, 其多数为写本伪卷,是通过古玩铺带到日本的敦煌写本的90%以上应为写本伪卷。 本馆发行的《学从7》也刊登了相关的论文, 这在网站上也可以搜索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 本馆发行的指出, 滕之先生的责任是说, 以清末名书的政治家, 也是著名的藏书家的李胜舵的藏书印为研究对象, 指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所盖起的印章, 都有李盛多藏书印的八种 那么他把印文相比较同样一个文本 可是有八种印章 那么该有印章证明此为写本委卷 同志先生的这一组章 也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反响很大 就是当年1986年1月22号 朝日新闻的早报报道说 冬环和谷协经多数为伪物 就是标题 从此以后 写本委卷问题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1997年作为国际登环项目 开始讨论20世纪初期的登环写本 委卷问题 由当时担任大英图书馆东阳写本部的 苏商维特菲尔德女士为策划人 来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 但是报告集 她的封面就有同志黄先生的照片 最近已有四个半世纪的四分之一世纪了 那么围绕着登环写本的 写受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不断公开了国际登环项目的图像 也看醒了私人产品的图录等 但是写本委卷的问题并未取得很大的进展 这是国际登环项目 仅称IDP的网站 这里也公开了各个收藏机构的图像等 那前面所说的李胜舵的 所藏的伪造印章 那李胜舵实际收藏的登环的写本 现在日本已有部分流入 作为登环密集流入到了日本 关于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会上分别有各位专家们会涉及到 在他们的报告当中也会涉及到 我首次阅读腾之先生的论文 是在我念书的时候 当时我的感想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有趣 而后来我到京都国立博物馆工作 专门从事产品的展览和调查研究的话 不能再以有意思而了之了 那好 究竟应如何去辨别学本真伪呢 我们应研究和探讨什么呢 又如何去探讨和研究呢 该怎么办 我不得而知 有很多疑问 后来我想到我一人无能为力 那就大家一起去思考和探导这个问题为好 因此这次也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设定为 登环写本委卷问题 孙山维特菲尔德老师首次举办国际会议已经有25年了 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之下 再次提出登环写本研究的现在 回到这个主题呢 要研究一下写本委屈问题 这就是本研讨会的主要目的 本次研讨会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 丝绸之路研究的现状 第二 主旨演讲 第三 研究发表 第四 是讨论 第一 第一 部分 为思路研究的现状 它不仅限于登环写本问题 聚焦广泛的思路研究的问题 来分享一下研究成果 两个研究 然后在《新增长》 达拉金老师 卡门迈能特老师 三级约特门恒戴烈老师 分别作出报告 接下来 长期以来 为了研造IDP项目之下 现在的动画学的随时环境 并且曾经策划20世纪初期的 动画写本委卷的会议的 斯珊维特苏菲尔德 有些人可以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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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以20世纪前半期在东环时拍摄照片的 罗继美和刘先生夫妇的照片 也就是罗氏档案 发表的题目是东环的珍贵照片资料 林斯顿大学的罗氏档案 那么 金老师 有请 首先 向京都和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们致意 我很高兴参加此次的国际研导会 特别要感谢山山博士和我长期的同事 玛丽莎琳尼女士 去年 在2021年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合作 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 与布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 观像东环罗氏档案中的 木高枯和鱼林石枯照片 共9券 这是共9券的照片集 同时出版了独立专门榜 有了这些书 罗氏档案的项目是完整了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结束 是一个开始 这个出版物可以开始 我们接触新的资源 这是可以提供持续不进的研究主题 研究学者 早就知道这个罗氏档案照片的存在 我们大学的话 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一道 那有什么新鲜事呢 那么这个项目没有 连对这个档案进行过总理的梳理和研究 那么今天的演讲当中 我主要介绍罗氏档案 然后介绍了一些 而代表性的例子 最终介绍一下我们大学的东环学研究 那么罗氏档案是什么 这个枯枯是什么 这个照片是木高枯的玄景图 那么下方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木高枯的照片 还有层楼高的塔楼 还有原处可以看到群山 那么上边的照片是原处 从原处拍到的木高枯 像这样的照片 在内他们拍摄了 数百个石窟内部的照片 后来被周围罗氏档案 1943年春天 罗继梅和刘仙夫妇前往东华 在那里停留了18个月 拍摄了石窟的内部和外部 她是时任中央东讯社社医部主任的 罗继梅利用假期前往东华 拍摄石窟的照片 那么他们的园中的故事 他们的旅程 然后我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给大家介绍 因为他们出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同学能尽量的去获取照片 那么他的技术流行 也是有技术的摄影师 他的同事故评本也是这样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有名的罗氏档案的黑白照片 那并不仅仅是石窟的照片 还有一系列的令人炎花缭乱的材料组成的 那现在看到的是 这是第217国北壁的熟字画的底片 他拍摄了东华市周边和他的朋友 这是张大千先生 还有这是东华市的节日的场景 这个档案中还有印刷品以及残缺的图上的照片 刘先离开东华后制作了 四字的照相簿 还有16毫米的影片 那这些非常有艺术仪的照顾图 已经被我们的博物馆收藏 还有罗继美的现场笔记和手稿的草稿 也在收藏 那我们出版的观赏东华 数次全面的展示的木高科和伊林科的 录制档案的照片 那经过了官方的分析和研究 我们大学和东华学研究院的一些学者 重新确定了这些照片 梳理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年表 那我们公开了几乎所有的石固内部的档案 这是第四九二 一共有四百九十二个木高科中 我们收藏了三百四十个石固的照片 那么一共二千七百四十六张底片 这是所有的档案的资料 那为什么这个罗继档案如此重要呢 罗继美深圣系统的全面的拍摄了这些石固 他比其他很多人在那里停留的更久 他花了种种一周的时间先进行调查 计划如何拍摄 如何分配有限的交叉资源 他无法拍摄所有的东窟 因为有些是无法进去的 不过呢 罗继美深圣系统的评估了这些石固 并计划了拍摄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的严谨性和随后的自然的过程 罗继美团队的工作选择 以及他探险队的工作有区别 也就是说他制作了大量的图上的保固 这只不过是一些样本 那接下来 介绍一下一小部分的罗继档案的照片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 就上终着罗继档案有很多的照片 那罗继档案可以说是一个时针招呢 保存着现在永远消失的风景 它代表了一种罕见的已经消失的石固一致的历史市场 那这是墨高窟 这个地区现在完全改变了 这是第442窟 像北方 拍摄的照片 那这个悬崖面已经崩大了 寺庙也没有中文的结构 作为历史资料的档案 罗继档案记录了库具的事件 在这张北段的墨高窟北段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者正在进行调查 那同时可以了解到洞窟之间的关系 它的照片捕捉到了某一个瞬间的样子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这是第266窟 holding 描述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它搜拥了洞窟之间的关间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洞窟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什么连接的 我们也就是他站在这里 那么这是第二六七窟有窟顶 然后呢窗户走廊一直到第二七二窟的北壁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第二七二窟的北壁 因为这些景观呢已经不复存在的 那么同时呢有些照片非常强调立体感 我们可以感受到空间 还有呢它如何捕捉到了光线 它如何鲜明地对着光线和光影之间的光线 那么作为保护和修建增稿的档号 照片可以分类许多类别 这个可以看到中心塔座的建筑 这个照片呢当然有助于保护的工作 当然同时展示了它的审美馆 那这个照片呢可以看到破损的长臂 非常的粗糙 也是看到它的厚度 那么在这里的壁冠中 精细地看到浮上还有北壁上的财浮的壁画 沐浴在阳光中 那么这个照片呢 就身从洞窟里上外看的 然后呢到了洞窟的里面 看外面 往外看 请关注这个长臂的巨植状的边缘 那么在这里呢有两尊的菩萨 像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档案呢 有艺术史的分析方面有意义的 因为时针的关系 我今天只展示了唐代的三个时针的 不同的雕刻和壁画的菩萨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汇集任何数量的照片排在一起 进行仔细的比较 那罗晋梅先生 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和照度 创造了一些图像 他充分地利用光线和光影 来强调形式 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那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的视角 那左下边 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手 那我们可以看佛陀所看到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三尊菩萨 他的头非常优雅的往下倾斜 那最远的那尊菩萨合掌祈祷 那么这个右边的话 在天堂长城的壁画作为背景 作为背景呢 映出菩萨的轮廓 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菩萨并不是站在 库碧的前面 他站在壁坑里面 那么这张图呢 显示了菩萨在壁坑中的位置 那这是天堂的壁画 这也是壁坑里的菩萨的 另一张照片 那么罗氏档案呢 同时启示了摄影师的记忆 左边的是全底片 数字画处理的 右边的是他充写的照片 那么在这里呢 有写着信息的牌子 但是呢 他没有充写着网中的底片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 摄影和冲写这两个过程是不同的 那最后介绍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细节 包括如何有趣地表达观间关系 这是第二四九课的细节 这个刚别的老人似乎看着菩萨 而且看起来非常接近 但是呢 他这个老人呢 在壁坑里 那么这是壁坑的 弯曲的 就是长壁 就是菩萨在外面 在壁坑的外面 我希望读过 通过这些例子 大家能够对罗氏档案 有了一些了解 他是东方研究中 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当中的 非常巨大的一个资源 那么他在无数的照片中 通过创造性的角度 和不同寻找的剪辑技术 注入了活力 有时候让观众带到 动物里分享 佛多的视角 让观众参议和解读 这有历史意义 还有信息丰富的照片 又有有趣 再到神圣的照片 在结束之前 我想说几句有关 布林斯顿大学的 通关研究 那么这个项目呢 因为有许多专业的 而专家的知识 能够实现的 那么尤其是 Professor Stephen教授 他的项目和罗细 档案的项目同步进行 都是我们独得了 卢斯资金的慷慨的资助 他帮助了2015年到2019年的三次有关活教学院文化的会议 那么今年的中国的浩春文教授在我们的高端学院一直工作 那么我们的研导会邀请到了100多名专家 还有很多观众 那么因为此次的会议的重点是东黄的遗书 所以我非常有机会 非常感谢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卢士档案 我希望大家查阅这个厨房户 同时我欢迎大家来布林斯顿大学 谢谢 多拉金 多拉金 二老师 内容非常丰富的介绍 那么同时呢 4月份 4月份的 22到23号 金老师 次画 几号 国际研导会 在这里介绍给大家 那这个 研导会的题目是 Connecting东黄 连接东黄 东黄 四周之路 延伸的地点 艺术和想法 那这个 研导会 的 网站呢 网站上可以报名的 我希望大家去确认 自己 赞加 报名 下面 有请卡蒙 迈纳特博士为我们做发表 迈纳特先生 他是德国波红卢尔大学 Ceres的教授 同时 他主持的项目 佛教之路 的项目呢 获得了 著名的欧洲研究理事会 的全球优秀学者研究经费的 自助 也就是佛教之路项目的项目掌 迈纳特 女士 她的专业是要系统性的发展 中亚宗教学的领域 从比较宗教学 这个大的框架当中 综合的研究 中亚和藏学的 研究 相关的 调查 同时 他出版了许多 东亚和中亚佛教相关的著作 今天他将会为我们做 佛教之路项目 中亚东部 佛教的传播 从六世纪到十四世纪 有请 麦纳特老师 大家好 非常感谢研讨会组织者的盛情邀请 让我在这里展示 由欧洲研究基金会资助的 中亚东部 佛教网络动态项目 从六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一个研究 简称佛教之路 我想并非所有人都熟悉所谓的 丝绸之路研究项目 因此我想大致 因此我想大致勾勾勒一下 我们这个国际研究团队花费了六年半的时间 在这里博宏罗尔大学做的有关佛教之路的相关的研究计划的一些内容 我希望它也能吸引更多临近的专业领域的学者们参与这个项目 我们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新的框架 以使人们能够理解文化相遇的动态 前进在中亚东部的佛教传播网络 我认为这是一个跨学科和跨古代中亚语言的合作研究项目 壁画中描绘了中亚绿洲的各种人 可能是藏人、中国人、维吾尔人、榆田人或西夏人 他们构成了多元文化和多语言前近代复杂的社会 他们研究我所说的佛教之路 塑造了中亚佛教的本土化 从而参与了泛亚佛教文明的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宏伟 我们的研究项目实际位何处 它位于欧亚大陆腐地、中亚东部 古代文明的地理十字路口 这不仅仅是一个过渡区 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中心位置 大地图右上角的亚洲小地图 以紫色方块显示项目所在位置 我们移到大的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位于中亚东部 以及位于西部的榆田、绿洲和东方 五台山、佛教、朝圣地之间 因此我们如果从西向东移动的话 它就是围绕、榆田、库车、维吾尔王国 也就是图鲁范和甘州、顿华、西夏帝国和 七丹帝国 还有佛教的朝圣地、五台山 该地区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它的特征就是由文化和宗教交流的 复杂的动态决定了 决定了它们的特征 这种交流沿着古老的地方 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演变 而进化 通常它们被称为丝绸之路 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 我们选择将它称为佛教之路 因为佛教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宗教 而是更广泛的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和媒介 因此我们也认为 中亚东部不是文化语言和传统的随机集合体 而是一个综合而多样的整体 一个网络 佛教是其形成的摇篮基石 尤其是在六世纪至十四世纪初 当佛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并因此成为更广泛的文化力量的时候 之后随着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出现而逐渐衰落 然而为了理解佛教的实践和信仰 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文化模式中提取宗教维度 受到于印度西藏和中国的主要影响 如图颜色所示 这是佛教在前进戴亚洲 沿佛教之路跨地域传播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佛教信息完好无损 但它以本地化的方式 或者换言之 佛教信息经历了本地适应 这反过来又使佛教信息得以传播 成为普遍的一个教会 因此我们建议研究意味和重新定位 或者本地化的概念 它们代表了互补的历史过程 我们已经并且今后也会通过 从物质文化、文字、艺术、遗产、复原的证据当中 来追寻它们的具体的形式 这是一种研究佛教本土化过程中的 外部和内部动力的相互作用 以及跨地方趋势在地方层面上被适应之后 又重新启动到跨地方系统中的一种方式方法 简而言之 该研究计划旨在通过将这一地区 视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从零散的角度来看 将构成中亚东部佛教的一个一个的区域 我们将它定位于佛教在前近代亚洲传播的 一个很大的背景之下看待 并且通过网络的方法 我们的计划有什么新的内容 正是这种非常网络化的方法是新的 所谓的丝绸之路已被研究为跨地方网络 例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而不是从更广泛背景下的宗教迁移的角度来看 迄今为止中亚的宗教乃至佛教 主要在许多分支学科 突鲁藩研究 敦煌研究 西夏研究等等中 对各种特殊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但并未整合到更大的多元视角 并从网络方法进行 这正是佛教之路项目的研究议程 我们希望填补研究的空白 我们着眼于地方和跨地方层面 从而为中亚东部的佛教转移过程 创造一个新的跨区域和跨文化的视角 我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个话题 网络方法在这里很有帮助 使得从区域假设 转向更多相关的多尺度的观点 该地区通过交易贸易路线 网络相互连接 沿着这些路线出现了 出现了许多城市化的绿洲和佛教的圣地 在6至14世纪拥有各种统治政权 为了确定连接佛教之路路线 绿洲城镇和圣地的系统中的主要重要点 一个跨文化网络 有一些场所 它们具有额外的意义 有很多原因 从广义上讲 网络方法很常见 在这里我必须澄清 我们在更广泛或隐喻的意义上 使用这个术语网络 了解宗教知识如何传播 如何找到当地的表达方式 同时在不同地区和地区之间 如何保持相互联系等等 我们不使用网络分析的 社会科学方法意义上的网络这个词 这是文脉语言环境当中被称为节点的词 或者说相对浓缩和重要的点 因此主要节点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佛教的影响 在这里被定义为次要节点的是较小的中心发展 贸易路线将进一步该地区与临近的文明 印度西藏和中国联系起来 因此主节点是网络中一个非常密集的点 附近还有更多的寺庙或者石窟 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是生产和传播各种知识和文化技术的场所 因此它在特定地区创造吸收和传播知识 次要节点是一个文化中心 主要作为文化和宗教实践的传导者 这些实践大部分是在其他地方产生的 当试图识别和描述发生在 以佛教之路为代表的文化网络中的传播过程时 人们可能会试图用各种模型来解释这一点 我和我的团队打算建立一个模型 将同时包含几个特征 包括佛教知识的生产 传播 传播 复制 在线和文化置换 我们将这种模型称为反规循环 应用于这种文脉的反规循环 意味着以循环方式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运动 或者是影响的波动一个环一个波或者循环的方式 那么以便原始波的影响回到其起源头 但是添加了一些东西 与原始输出相比 这种添加的信息通常以略为失真的形式返回 其直接起源于第二个或者接受的节点 就其本身而言 它是整个互连结点串的反规回路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因此反规循环可以理解为摇摆震荡过程背后的主要产生力量 也就是数据物质商品想法实践仪式 仪式等的来回运动 为了更深入理解跨文化接触 重要的不仅仅是借用本身 而是借用者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体系所带来的好处 如何使用新的外国知识等等 在特定地点的新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当中 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它是如何重新制定采取行动或取代的 因此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物质文化思想或仪式制度 与地方政体的纠缠 地方占有获得就会发生 这是一个为地方目的而地方获取的过程 与其将这一过程解释为文化特征的简单的扩散 这可能是一个没有多少解释力的术语 这里概述的研究计划更倾向于一种实际检测模式过程和动机的方法 我们如何实施这项研究计划 我们设想在研究大量案例研究的主要来源的基础上 从当地文化的角度和跨地域的角度 也就是佛教作为一个上级统一因素 展示佛教东中亚转型过程的性质 选择了主题集群有两个原因 它们是由材料引起的 它们根据系统观点排列 研究 我们这个选择就是出于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由材料引起的 它们根据系统的观点排列 我们要研究教义以反映宗教的认知方面 从而提供方向 那么仪式和实践 与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行动有关 第三是非佛教影响的影响 是指与其他宗教的联系维度 还有赞助和合法化战略交易 宗教与政治的联系 最后是神圣空间和朝圣 以及视觉和物质转移 涉及的空间和物质方面的宗教 让我引导您 游览一下我们的网站 该网站有英文和中文版本 并突出了一些有趣的功能 在刚才在我的发表当中 已经提到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的项目当中 您会发现已经提到的 6加1研究集群的研究组织 在我们的网页上 这里有研究这个项目 有人员下列出了迄今为止 以各种方式为这个项目 做出贡献的62名研究人员的姓名 一共有62名人员 全部写在这 然后我们继续移动 我们看到活动这个项目 您可以找到三个类型 关于三个组织会议的信息 迄今为止将近60个演讲的清单 几乎所有的演讲内容 都已经公开发表 另外呢 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开发了新的在线格式 叫做佛教之路课作讲座 今后也要继续举办项目 今年通过Zoom的方式举办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这个出版物研究成果的发表 这在我们出版物的页面上有 我们有六册的学会报告集要发表 第一份已经完成第二册几个月就要出版 那么您可以下载整个一卷 也可以下载一部分章节 或者是您可以在线的阅读 我们有三个类型 这都是公开的 都可以下载的 那么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追加的一个信息 这个数据库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们可以 您可以下载视觉辅助的页面 也可以下载地图 我们还要追加一些资料 如果您感兴趣或者希望了解更多 您可以发给我们电子邮件 那么我再回到我们的发表的内容上 那么我们编制了一个有关佛教之路的一个论文集 中视世界的那一卷已经发表了 有兴趣的话请您一定的去看一看 那么最后我要做一个总结 我们这个项目旨在将标书和研究成果 整合成一个整体的马赛克 重新连接人为断开的历史 重构多元文化复杂的前近代社会 佛教迁移过程的动态 重写中亚东部以及其他地区的佛教历史 也就是了解它如何影响中国 特别是藏传佛教传统的发展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 希望建立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工具手法 开发可应用于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 为未来新型研究奠定基础 设置可以进一步利用的模型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非常感谢卡门 麦纳特教授为我们分享了非常有趣的内容 那么而且介绍了一些整合的方法论 那么同时也介绍了网站上丰富的一些资源 想必呢 对研究学者都很有帮助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发言人 是桑奇约特梅恒戴烈教授 那么梅恒戴烈教授呢 他是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唐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主席 他的那个专业呢 是美术史搞考古史 考古学 尤其那是就是纪元后初期欧亚大陆交流网络 那么他在荷兰莱顿大学 获得了印度伊朗美术和考古学博士 同时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获得了中近东和中央美术中亚美术考古学的博士 那么到目前为止 他的研究项目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 还有在斯里兰卡的贸易网络 以及佛教的传播等这方面领域的研究 那么同时他也担任美国教育部 福布莱特海斯奖学金的PI 就是项目负责人 另外呢 也负责就是在与我们京都国立博物馆签订了学术合作的 就金山亚洲美术馆 他们准备在2025年举办丝绸之路展览会 那么呢 他也作为全美人文科学基金策划 助成就讲是赞助的PI 好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梅特列代 叫梅恒列代教授 有请 大家好 那么我们代表 我代表唐氏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然后呢 向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这样的研讨会 首先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主要呢是介绍 在敦煌发现的大量的写本 它的真实性 同时呢 还为我们提供了未来敦煌研究 以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些方向 据这样的观点 那我能够参加这样的研讨会 那而且能介绍我们中心的一些目标 那我感到非常的欣喜 我们加州大学伯格利学校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亚洲史美术史 语言文学等领域的专业的一些研究 那尤其是东亚语言文化学 还有东南亚洲学 中东语言文化学 历史学 美术史学等等 有非常广泛的专业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现代亚洲语言 还有古典亚洲语言等等 提供各种语言的一些集中的讲座 包括梵语 中文 藏语 日语 韩语 土耳其语等等 另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教授 他们都有非常重要的 在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且我们呢 也有非常丰富的图书馆和一些藏书 那么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有这个关于西藏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么呢 最近呢 还有呢 我们的另外一位教授 他主要是收集了一些关于尼巴尔 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收集的资料 另外还有就是田长林东亚研究中心和斯塔尔东亚国际图书馆 那么一共有九十万册 那么还有日文韩文和其他语言的藏书 那么成为和美国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收集的一个平台 2017年呢 那么我们 那么又是利用我们的这个藏书的资源 还有呢 教员员工等等 那么呢 又成立了唐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主要是研究欧亚大陆的文化商业 以及沟通等促进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 重点呢 主要是中国中亚各个地区的物质文化视觉文化 以及美国欧洲亚洲的一些研讨会 同时还有呢 相举办研讨会 还有一班对一些写本 还有相关的物品来进行研究 那么另外呢 还有我们呢 就是在这个敦煌资料方面 一直呢 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包括呢 亚布格戴尔顿教授 他呢 也是开始是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的 这个斯坦因 这个收集品 主要是这方面的研究 而且呢 目前也在研究一些密教的 就是密宗仪式的手稿 另外呢 还有艺术史的教授 那么就是帕特里夏伯杰教授 那么他也是副研究敦煌艺术 另外还有胡骏教授等等 还有呢 一些专门研究佛教的教授 还有很多研究生 他们呢 也撰写关于佛城的 这样的一些论文 那么他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佛教的僧侣 而且呢 把这个佛经从汉文译到藏文等等 除此之外 我们中心呢 还有不同类型的这种就是研究项目 通过研讨会会议 还有讲学金中小项目 还与伯克利分校的其他部门 一起构筑了研究的合作伙伴关系 那我们非常就是关注的 那么就是促进跨学科的一些 这研究 另外与国家国际和教育机构 开展合作 另外呢 我们呢 也在2018年的时候 与中国敦煌研究院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通过合作互惠关系来促进这个活动 研究以及相关的活动 从而实施了一些实地的考察 举办了研讨会 还有一些访问中学和高中教师课程的网站等等 还与敦煌基金会等多个欧洲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而且还有一些联合考古项目 那我们中心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解决各种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问题 而且呢 对丝绸之路研究这个本身这句这样一种说法 那我们也提出了各种的疑问和各种讨论 那么丝绸之路 那么这个词到底它是到底呢 是指的是什么 它到底意味着一些什么 是否呢有一些 就一些关于殖民统治的一些遗产的这样的含义在内呢 那么很多这个就是研究的人员也在关注这个领域 而且现在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构成的概念 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呢 对它进行完全的否定 那么这种构成概念的性质 那么我觉得也是使丝绸之路 这个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充实 那通过构成概念的定义 超越国境跨越地区 会有不同文化横向的开展合作和研究 而且促进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 那我们丝绸之路研究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 我们中心呢也把它作为一个各地区的研究课题 那么敦煌研究的概念到底有哪些问题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到底呢是关注什么 关注的呢到底是末高窟第十七窟发现的血本 还是说更多的石窟的遗迹 到底应该如何来看 那么除了这个佛教佛教徒社区以外 对其他的人 那么研究的范围是否要把这些人全部包括在内呢 那么而且到目前为止 这个领域的研究到底是哪些领域为主 以哪些领域为中心 是什么是最为重要的 那我们的理解是否准确 这些呢我认为都是为了使这个领域进一步 推动它的研究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丝绸之路研究它的概念 还有呢敦煌研究的概念 也是具有多样性的 我觉得可以是从国际多方面的域进行关注 那这个课题 那也是我们最大的项目 也就是敦煌丝绸之路展 来策划这个展览的一个目的之一 那么这个项目呢 是从由四个团体来参加 来展示丝绸之路文化 一个呢是旧金山亚洲美术馆 它也是世界最重要的亚洲美术 收藏的美术馆之一 那么而且举办一些富有雄心的雄回展 第二呢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它是美国唯一的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专业机构 而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以及应用学术和运营管理资源 第三个是中国的敦煌研究院 那主要是对敦煌石窟的管理研究的一个机构 包括敦煌的保全保管维护 还有呢策展研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个呢是美国为基地的敦煌基金会 那么呢它也是主要从事一些教育研究的一些工作 那另外呢还有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展览呢是由比兹宝大学米歇尔教授来策划的 重点关注敦煌的物质和视觉文化 以及更广泛的丝绸之路的一些环境关系 那重点关注呢 是敦煌资源中进入的个人的生活和贡献 那它主要是呢 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之间 创作的一百件艺术品 围绕着一群主角 也就是说在展览空间 出张向导和对话者的历史人物 在艺术品手稿和其他的展示品当中 这些主角属于不同的群体 比如包括中世纪的中国的速特移民 有权力有影响的佛教女性 还有多民族的寺院社区 他们代表了跨越前现代欧亚大陆的传统和信仰 包括伟大的丝绸之路 宗教 佛教 索罗亚斯德教和模拟教 以及很多显为人知的一些当地的传统 那么全美人文科学基金会计划拨款资助 使我们能够前往欧亚大陆最重要的 敦煌相关的这些资料库 并召集了一些人文学者和顾问 包括来自博物馆和图书馆代表的机构 讨讨研究方向展览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审查和审查的一些过程 那么京都博物馆试图解决这个真实性的问题 然后另外还有对一些各个机构收藏的一些产品 然后进行就一些审视 当然从广义上而言 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只要是与19世纪20世纪的一些唯品有关 那么当然这个广义的这种真实性呢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概念 那么事实上它的这个关于这个真实性的问题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 因为比如说古代的罗马人经常抄袭这个希腊人 但是我们承认这些物品本身 其实就是具有艺术史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和它的一些价值 另外还有呢 如果呢就是认为它如果是这种伪品的话 那这些伪品应该如何处理 那么如何来进行处理 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并不就是完全的来否认它们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伪品的存在 我觉得这些呢是需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谁制作了这些伪品 为什么会有这些受众 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唐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我们认为呢主要就是说 那么要推进 然后呢就是 这方面的一个研究 超越东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 挑战西方学术传统的思维方式 那么因此 那使把这种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概念 让它更加富有内涵 而且更加广泛描述从公元前千年开始 欧亚大陆 然后呢是向不同地区 然后呢是移动的一些人和包括他们的这种思想 而且呢 这一点呢是认为是值得关注的 在这些方面呢 对证据的一些审查表明 需要单一想象 还有呢就是浪漫化的思绸之路的理念 重新配置为更小的 跨文化的 而且是交流碎片的这样一个网络 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牢牢定位这些网络 同时 那么 它要是为研究长途跨国跨境的交流 提供总体的框架 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们的这个研究中心 那么也是本着这样一个目标来进行各种研究 好 那么最后呢 我再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同时 那我也祝愿我们今天的研讨会能够圆满的成功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成果 感谢梅恒戴烈女士的发表 她就《丝绸之路》的定义 我们抽练出非常重要的观点 2025年的最金山美术馆的展览 我们非常的期待 那么时间有所推迟 在主旨演讲之前 我们穿插休息 在日本时间 11点15分 日本时间 11点一刻 重新开会 请多多关照 谢谢 请多多关照 请多多关照 下面进入到这次研讨会的亮点 就是苏斯山维特菲尔德老师的主持演讲 现在在East Anglia大学Sensibility日本艺术研究所思路研究的教授 同时是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考古学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长期以来在大英图书馆中亚写本部门 任主任研究员在任期内曾为启动国际敦环项目发挥了核心作用 同时长期担任策划人 在此期间围绕着以东海为主的中亚东部的写本和文物的收藏机构 全球30多个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的来利用起这些产品进行了很多协助工作 同时也多次组织举办过关于端环写本委卷的研讨会等多场学术会议和研究会议 又有数语众多的著作和论文 这是大家有目共读的 现在在从事Saint-Coverry研究所项目的 奈良多诺维奇和田历史的相关的研究 今天的主持演讲将是变成为在论敦环写本 好 瑟珊维特菲尔德老师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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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各位认为当主范目的档与点栏目 在Theitorium Middle University的东西 当时我在大英图书馆组织IDP 国际转发项目的时候 我曾经把这个展览会的相关情况的信息 汇总在我们的期刊上 1992年以来我一直刊登这些信息 已经有100多项展览会 都已经刊登在这个刊目 王老师的介绍当中 它是从1996年在巴黎举办的 Surrender展开始来汇总的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 思路对话 它是十年期的一个项目 始于1998年 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思索之路 那么这个倡议之下 这个项目之下 先后五次进行了思索之路的调查 既有陆上的还有海上的 有很多世界的研究机构的 很多学者有所参与 既有会议 又有小型的展览会 都涉及到思索之路的议题 当时实际上 日本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列 日本是如何来参与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及参与到东西文化 这是我们必须去关注的 这点我写在了 最近我发表的论文之中 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对话项目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7年 日本的学者们 也曾研究过 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一些内容 日本应该说 在这个领域呢 研究室走在的最前列 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可以从相关的展览 以及今天的会议 窥进一般 1957年报告的内容 迄今给我们 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方针 以及思路研究的方向 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 半干旱地带 海洋 陆路 都非常重要 因分开研究 这是这个日方 所提出的建议 那么指出 它大范围呢 不只是 19世纪所说的 横跨大陆的 陆路 而已 那么 北部的 半干旱地区的路径 还有海上路径 对于 理解 长距离的交流和贸易 非常重要 而且 这个报告还指出 中亚的重要性 它不仅仅是 中国和西亚之间的 连接的走廊 同时 也关注了 半干旱地区和西藏高原 之间的联系 它也不亚于 其与中国的关系 那么 其中有起到核心作用的人士 那就是 平山玉福先生 他带领了 教科文组织和思路 和产品研究 1989年 他 上任 教科文组织的 友好大师 并且 把这些理念 渗透到了 教科文组织 数年之后 他自进 思索之论美术馆 展出了 自己创作的绘画 以及自己的藏品 在其他领域 平山先生 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 他倡导 开展 思路 股币研究 同时 也启动了 种种 各种 项目 因此 在思路研究中 平山玉福先生的重要性 是不可估量的 还有一点 值得一提的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关于 《丝绸之路》的 电视大型系列纪录片 1982年 日本的NHK和中国的 CTTV央视 联合制作了 这系列节目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节目 人们开始 接触到和理解到 丝绸之路的概念 而且 它其范围超越日中 波及到了 世界各地 那么这个系列 迄今还要延续 不断更新 迄今 人对我们来讲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资料资源 1988年 在那里 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博览会 这在全球都纷纷做了报道 那么 关于这个博览会的照片 我只找到了这一张 如果能找到其他的照片 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 这是美国的 《洛杉矶时报》 上所发表的 刊登的文章 他专门介绍了 日本掀起的 《思路热潮》 这个文章的发表 就是美国的读者们 根本不了解 《思路》 《思绸之路》是什么 而且他和自己 有什么关系 根本不知的情况之下 来这个刊登的 非常遗憾 我没能去 奈良的博览会 但是去过的人 经常谈及此事 特别是 Taglamagam 从那里运沙子 把奈良变成了沙漠 这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我会再继续说明 我在1992年 启动IDP国际登环项目的时候 那这个照片呢 是当时参与到 启动的时候的 会议的参会者 那么当时《思绸之路》 在欧美呢 还不是人人知晓的词语 在一开始 我们的会议的时候 并没有使用 《思绸之路》的项目 这种名称 因为《思绸之路》 认为是太宽泛 而且呢 并不是管为 知晓的一个词语 因此呢 我们决定 这个项目 起名为敦环的项目 那么就是说 敦环的话 它并不是 这个东端的敦环 我们这个项目的研究对象 既包括东亚和中亚 但是这种提法呢 反正让大家 感觉到比较混乱 所以说《思绸之路》 东部的考古学的 遗产研究和保存 都要通过国际合作 来加以促进 我不断地来进行说明 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尽管没有解决 那么日本在思路研究 仍发挥着主要作用 IDP 由日本的伙伴们 到2005年 又启动了日语的晚战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在这个晚战上 我们有收藏了 也登载了很多日本 所拥有的产品 那么现在有上千种的 日本的产品也在那里 那么今天上午的发表 大家也都这个听到了 那么现在和其他国家 也掀起了思路日潮 而且有很多的倡议 和IDP一样的 是为了把我们的资源 更好的利用 像这个多拉金老师 所表表的布里斯通大学 和他的这个资料馆收藏的 James Lucy Law的照片 也都可以在所取到 我也非常期盼着 多索取这些资料 来进行研究 而且有的呢 还可以用于我们的教育 像三清约特梅恒戴利老师 所发表的也是这些内容 还有呢卡文迈纳特老师 也都介绍了 非常这个周围的研究项目 正在启动 那么我现在呢 不再IDP了 但是呢 这个在努力的 让更多的人 就是管泛使用 思索之路的相关的资料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 MALA的一些个项目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世界上 在思索之路的教育方面 这个介绍 相关的创意和资料 希望教育工作者们 又广泛来利用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呢 写本伪卷的话题 之前我还要稍微提到 和介绍一下 奈良的诺维奇项目的相关内容 我们和英国的诺维奇的研究者 还有斯坦地 南非亚 日本韩国的学者联合 来举办的这个项目 刚刚启动了相关网站 也就是昨天17号 我们刚刚启动 好 那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是冬环写本的委卷问题 前面所说 那么这个主题呢 我们25年前 在大英图书馆举办了会议后呢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就是该会议的相关的出版物 非常遗憾 没有日文版 它的内容至今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呢 这个能弄到一本这样的一些资料 就是很困难了 那么当时大家知道 敦换写本有可能残有一些伪卷 但是研究人员之间 并没有呢 正式地来予议讨论 我当时年轻 也知之甚少 但是呢 随着研究的进展 我只了解的越来越多 所以决定组织这样的会议 那我想大家也知道 陈志教授开始怀疑 其中曾有一些伪卷 那么微搜教授 来看看大英图书馆 和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一些写本 这是1998年的会议的时候的 陈志老师 陈志老师注意到 他一直在研究的 在日本收藏的东黄遗书 似乎与伦敦和巴黎的收藏品有所不同 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 亲自查看欧洲广产品 这只会扎深他的疑虑 他做了广方的调查 他拍摄了 还有用从背面照射光线 来确认界限 检查物理途中之后 他进步扎深他的疑虑 也就是说欧洲的广产品 广产非常熟悉的日本的收藏品 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点 那么他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 就是研究东黄遗书的出处 以便有自信的确定 哪些血本 是可以判断为真品 也就是说 研究什么可以作为真剧的机种 去判断血本的增长 如果有真的东西的话 可以去判断增长 第二个研究 第二部分就是增长 经济增品的特征 以便判断其他出处不明的血本 我将一次介绍这两个阶段的研究 在考虑研究东黄遗书的时候 一个核心的论点是斯坦英在1907年获取的写本和1908年博西河获取的写本都是真品 然后这张博西河获取的写本可以作为基础 因为2007年到2008年收集的写本有极尽 我要补充一点 今天的讨论几乎完全是只是汉语的汉文的写本 因为这个汉文的写本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 也可能最大的市场 不过东黄藏经洞里面有许多其他语言的写本 我关注的是北京福仁大学校长陈远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东黄结语录》写得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斯坦英和薄西河等窃取后的《结语录录》这个书本的许言当中 他提到除了汉文以外的其他中亚语言写的写本是不值得 中国人看重的是汉语的写本 但是幸运的是其他学者不同意 因此有关藏文和维俄文写本的研究 比如说在日本做了非常优秀的研究 还有其他语言的写本的市场 比如说斯坦英在后来当选中也出售其他语言的写本 但是这并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最近重新回顾我的研究 也就是斯坦英07年获取的写本 就是重新确认他如何收取的 确认他留下的文献来核实他们的出处 那么同时可以了解这个藏经洞里面的内部的结构 写经是如何摆的等等 那这是一部长篇的论文 跟我的同事斯坦利尔老师一起写 我希望今年内出版 那我的新的研究呢 就是包括龙新江先生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的 但是我尽量的全面覆盖四大营收产品和早期的资料 那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斯坦英的收藏品和他的旅程 那我重新考虑了1998年首次的研导会上得出的结论 当时我很有信心 斯坦英在1907年的一系列的收藏品是真品 那么同志赵兽也相信如此 但是呢我重新认识它 我认为我们必须留下一些怀疑的空间 那我并不是说那些都是假的 那就是我们应该保持更开放的态度去研究 那一起回归一下1900年 就是东莞的藏经洞被发生时的情况 当时是淡险的早期 不过呢 精明的当地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人对这种沙漠中的东西很感兴趣 那么早在1900的十多年间已经开始制作宴品 那比如说呢 那这些宴品呢被出售给英国和俄罗斯在客室的 在客室的外交官 这些东西有的是写在纸上是抄写的 还有的是木本印刷的课本的 也有看不懂的文字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些显然是伪造的 但是呢 当时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时候来自这个地区的学本非常少 因此没有机种来判断它的挣扎 如道尔夫、霍恩类等学者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十多月度这些文字 那他们的目标是成为第一批 破译一种以前未知语言的学者 那么严学者都有这样的愿望 当然呢 当时也有人去华语大度比较有名的是 在客室的瑞典的传教师 马格纳斯·巴格伦德 他写了一篇非常合理的论文 至于他就是东西的真实品 他没有直接指出 这些是赢品 但是他指出可以怀疑的理由 现在看他的论文 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斯坦英是霍恩斯的学生和朋友 他同意了这个传造师的观点 但是呢 霍恩斯本人是忽视了这个观点 那么斯坦英 1901年是第一次的探寻 归来的路上 他认识了伊斯兰阿库这位男士 就是卖给文物 卖给英国的林士 卖这些文物的人 他就是访问他 然后宣问了两三天之后 他终于承认自己为造写本 那就是一开始是非常细心的手工复制 加工纸张着色 因为当时核点是造纸业的中心 他们容易获取纸张 他们利用茶叶茶等东西去加工 但是呢 后来这些当地人发现不用加工 那么复杂 于是开始 木榜印刷的方法去做维卷 他说欺骗马卡特尼和皮特罗夫斯基 是多么容易 这些人 卖给两个人很多维卷 那么这些东西呢 最终现在收藏在大印读书馆 和松比达堡的东方研究院 非常有趣的 他卖的并不是真写本 而且只是198月1890年代 制作的为写本 那么随后呢 越来越多外国人访问该地区 国土贸易持续增长 正如我的同事 阿布鲁苏拉威尼姆斯和丹布 所讨论的 这一行业的关键人物 是一名叫做巴德罗丁汉的 当地人 一直合作主要卖苏州和立档 那么这个立档也许是他卖的商品 斯坦英和一般是从商店来获取这些文物 这是192年的照片 可以看到很多文物 这些并不全是艳品 有些东西可能是真正的 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东西 但是呢 因为这是地方非常有名 因为很多人去了解 斯坦英的汤玄 对非常有感兴趣 因此呢 有部分文物可能是艳品 那文物的出处 有的文物的出处也不清楚 因为这些文物是不一定是沙漠中挖掘出来的 斯坦英他本人的话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他的出处 那么同时对有些东西提出担忧 但是呢 其他人并不那么谨慎 因此 有些在欧洲的收藏品当中有的不能确定出处 那么当然他离木田地和东环有一千多英里远 但是至少呢 有很多理由相信东环在早期已经有艳品 这是乌斯拉和丹沃在杂志上写的文章在网上可以阅读 这是1908年的东环木高枯的照片 是斯坦英访问的时候 那是从王源路那里获取第一笔的文物 这是1907年的事情 那 提出这些文物 这些文物的市场有限 但是呢 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些汉文的写本 开始引起中国和日本 以及更远的地区 比如美国的学者的关注 那么这种兴趣开始 一般是可以追溯到1908年 从东环获得写本的薄熙和回家的路上 向北京的中国学者尝试了一些文物 但事实上中国的巨熟学者早就认识了 也就是1907年之前 正如龙新疆老师所说的那样 这个当时的非重视的这个 冬窟的守护着王源路 发现这个藏经洞之后 几乎立即将文献和绘画交给了当地的官员 就是王道士 王源路 是搭站在第17窟对面的小寺庙 这个小寺庙是搭建的 美国的西亚都图书馆的自然人冯炳 老师呢 最近发表了非常受服力的一个论文 这是有关西亚都博物馆收藏的文献的故事 他认为这个文献可能是1900年以后 提出并送送给当地官员的写本之一 那么后来谢志刘先生也报告这个事情 那么斯坦印第三次走访该地区的时候 他就是确认的非常复杂的故事 但是呢简单来讲 这个写本经过了很多人的手 比如说在中国的比利市人 还有美国的学者等等 然后最终被收藏在博物馆 请大家看谢志刘写的报告 这个报告当中介绍王道士是如何发现血本 如何送给别人 这是冯炳老师绘制的示意图 这表示早期的很有可能的途径 可见血本译守了好多次 而且这是1907年以前的事情 也就是斯坦印走访东方之前 我期待他介绍发表这个论文 但是呢这个视频在YouTube上可以免费看的 请大家看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么这个血本的出处 就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早期完原路帮走的东西是真的 但是呢同时我们了解到 当时已经有一个文化 这些在文化当中这样的文化当中 这样的文献已经有了价值 可能已经开始伪造血本 这是1908年的薄熙河的照片 1908年的薄熙河的照片 前一年斯坦印经 还带做了很多血本 然后呢他经过了西洋之后呢 就是去北京 那么之前在北京 他向中国的学者展示了一些在藏经洞 获取的文献 然后呢中国的学界开始 意识到知识学文物的重要性 并从立了委员会 游说中国 拜见代表去调查 东黄遗书 荣新疆认为中国学者对这种 眷室文件的兴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但是我认为北京的学者们 看似缺乏知识 但是至少对这种眷室的文件 还是有一些知识的 比如说西雅图的这种 眷室文献的话题来讲 都可以看到这些 那么就像莫尼克科威恩所提到的一些绘画等 也经过地方官员之手 被转移到了学者之手 也到了书店 那么其后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 以1910年被派去 从东韩收集了其余的写本 那么其他的这个汉语以外的其他的藏文的 还有其他一种的 至今留在了敦环 但是后来的话呢 是包括汉文的敦环血本不断被获取 斯坦因在1914年又获取了600 一种左右的汉文写本 是王元璐卖给他的 那么他从他的外观 以及王元璐的一些话语 认为政府代表团在1910年访问敦环的时候 王元璐可能作为一些这个保存资金 来隐藏了几种一些这个卷物 但是藤之先生认为这个600种血本 很可能是伪造伪的 就是它是假的 那么John Pierre Dolores 他在1998年在学会上发表了论文 然后呢 他指出以后可能是伪卷越来越多 甚至会超过真评 那么我到对这个600种血本 经过研究以后呢 未必都是或者是不分是假品 那么因为王元璐也许他藏有一些真品 那么1910年以后来访的人 也许有几种或者是全部获取了真品 但是这些还有待以继续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还不能满怀信心的来说 它是真的或是假的 那么因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甚少 所以说本来想在我在IDP工作的期间 能够呢持续推动这个工作 但是呢未完成之前我的任期也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也看到1910年以后 日本俄国美国的探险队收拾这个我们的洞窟被清空以后呢 还获取了一些血本 那么其他的地方也就是从藏经洞以外的地方也发现了血本 斯坦因也观察说他未必都是汉文的 1930年以后 该地区的帝国考古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那么后来访问的小规模的书籍 还有今天的James Lucy Law的他的这个资料等 像也有一些这个张大千的也有一些个假品 但是1909年 汉文学本转移到北京的一些话题 我想再重新谈一下 但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所以说这个市面的形势并不太平 那这些产品被转移到北京 被转移到了就是所谓的文部省这样的一些个机构 那么特别是这个荣辛江先生呢 对这些方面的来龙去脉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么来龙去脉暂且不说 他的详情的确也是很多不明之处 那么有一个是北京的中国学者有名的李胜舵 他在这个时期获取了血本 那么当时呢 学者也好 收藏家也好 慢慢把自己所收藏的东西呢 盖上自己的印章 来说明这是自己所拥有的 而且呢也自己复制了 所以说他原本是假的 还是这个习惯上他刻意去复制的 这个不清楚 这个不得而知 也许永远我们也解开不了这种谜 那么有一些时候呢 收藏家的印章本身是假的 那么有的是这个血本是假的 所以说有真的假的印章 有真的和假的血本上 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组合 来有可能使用 今天下午上山老师原本老师高田老师的 发表当中也会提到 在日本的敦煌藏品的来源问题 是复杂的很多方面的 那么很多是透过书店来获取 并不是直接从藏经栋获取的 尽管有但是为数不多 多数经过个人的收藏家 甚至经由多人之手才拿到手 我期待今天下午的定源法师的介绍 他做了非常有益的一些研究 也就是图书馆的产品的碎片 和其他的一些产品相对照 那么根据一些证据 那么有的血本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碎成几片 但是为了看似 在这个转移到北京的这个眷屋 它的数量的增加 或者是这个部分被盗取以后呢 为了保证它的数量不变 甚至有一些这个碎成了分成了几半 另外日本的产品的来源 比起伦敦和巴黎的产品更为复杂 那么日本的同事们 面对着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 来勇敢研究 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那么腾芝先生研究的第二个部分 迄今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理解真正血本的重要性 腾芝教授聚焦的是 应该作为一个基准的真正的血本的案 在年代去加以区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 现在这个研究还在持续之中 那么蒋德瑞吉教授 赤维教授也在持续地研究这些问题 但是这个至今呢 应该是有很多问题 为了变真伪 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 那么敦煌的血本 至少是汉文的血本 这些分类是极其困难的 因为它涵盖的是先后六个世纪的 长时间的血本 而且它的据点也不同 它有的是出自中亚 有的出自中国 也许是西藏 那么比方说 中国首都的潮鞋官 它用最高级的 桑胜纤维为主原料的高级纸张 来做的血本 那么有的就使用了敦煌当地的纸张 用粗糙的纸张 还有的呢 使用了其他地方所造的纸 那么有些潮鞋官 它是专家 它有的不是专家 并且有的人 它的主要语言是汉语 但有的是个非汉语母语 这些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而且手写 它是这个变化多端的 它有的不够标准 有的是这个 但是写了错别字 那么有一些这个写的不规正 不公正 那么现在的一些这个字体呢 是标准化了 可是就是因为非标准化的字 就等于说它一定是 它是这个假的 所以说抄写方 它的知识层面 以及呢 写法的变化多端的这个问题 有梅尔教授 曾经发表了一些出版物 发行的出版物 同时在博客文章当中 也不断探索这个问题 我们也值得关注 另外呢 大英图书馆的我的原来的同事 Emir Gleimbaos 他也写到 他说 所有的学本 他基本上是中国中央的这个书面语 但是它是汉语 还有这个就是Sinatic 这个中国藏语 但是呢 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语言 因为是中国是多语言的国家 有多种语言在说 那么文字也能够体现出这种局面 也许我们也忽略了一些问题 像米尔教授和Emir Gleimbaos的研究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认识到他的语言的多样性 那么如果说语言不同的话 那么这个朝鞋者 会比就是中国人或者是精通中央的汉语的人 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问题 同时纸张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里面 在藏品之间也有参差不齐的局面 一般来说 纸张采用当地的原料 另外这些原料的话很难从远处运来 我想世界各地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些个道理 那么纸张可从不同的各种原料来制作 像这个纤维质的话 你的这个肺部或者是纸张 树皮植物都可以造纸 我在IDP工作的时候 我所查到的纸张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血本 它使用了多种多样不同的纤维质 有的是桑胜、麻 还有这个桑纤维物种 另外还有呢 在青藏高原所发现的这个神丁化的纤维等 还有甚至目前很难鉴定的 因为呢 为了造纸来这个剁成纸胶 这种纤维的特性是极其有难度的 总是 我们可以了解造纸技术的发展的过程 历史的偏见 比如说早期的造纸 连是会留下界限 然后呢 后来开始使用布料来掩盖这些线条 但是呢 我们不能确认这种发展的过程 在不同的造纸中心是同步发生的 也就是说造纸的技术的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没能做发展的年表 我在IDB打电子期间 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了 版本 赵瓦老师和阿古尼斯·哈尔曼·瓦斯尼老师 来研究 东黄遗书的纸张 我非常期待 稍后 听版本老师关于他有关纸张的非不坏性分析的重要研究 他的工作上 我们展示了对写本的纸张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生母的必要性 大英图书馆已经拥有几千可以用研究的纤维的样本 多保存好的 我们已经拌好了好多纤维的样品 保存得非常好 这些样品 可以用一大规模的数字研究项目 事实上我们计划了这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数据库的研究项目 然后进行多变量分析 看看随着时间的变量分析 是否出现了可能应对于不同造析中心的模式 这将为我们理解真正的写本提供一个精密的基础 但非常遗憾的是 我在大英图书馆的任职结束之前 我无法实施这个项目 我非常期待有一天其他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就是说可以有效的利用我们保存的身为的样品 那么我想多偏量分析和大规模的数据集或者说是大数据 是有助于研究这样大量的写本 我相信建议东凯移书的规模和多样性 写作和大规模研究是不蛊惑的 为了真正的了解真品真技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回到同志教授和25年前会议的结论 我非常同意同志老师的观点 我们需要先聊这经济 因为在很多情况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 而且自信的识别经济 但是呢东凯的写本的规模和多样性来说 这并不是非常简单完整的工作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令人振奋的是看到学长们继续对此进行研究 那么我想利用顺少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兹加克 就是东云基里大学 塞恩斯博里日本文化艺术研究所的 有关四周记录的研究项目 我简单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刚刚启动了完整的第一个阶段 非常及时的一个话题 同时呢今天上午的主题也是四周记录的研究 非常吻合的 那这个项目叫奈良的诺里奇 这里有网站的地址和推特的账户 是个研究和展览的项目 只在研究 在欧亚大陆的两端 英国和北欧的国家 新的宗教临近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 那比如说基督教是一世之后班期 那佛教也是在韩国和日本同样的时期 传入韩国和日本 那我们非常关注的是 在很远处的两个地方的连接性 并不是说这两个地区有连接性 但是呢我们要研究的是新的宗教所带来的给 当地的艺术和文化带来的影响 以及与传统宗教之间如何产生互动效应等等 这是英国 四康地纳维亚 纳维亚北欧和日本韩国学校之间的合作项目 那我们计划参观 研导会和小新展览 那么2019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我们其实就是访问过日本和韩国 进行了实地考察会议和研导会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访问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访问了日本的中之岛 马同学举办了研导会 这是研导会的照片 疫情改变世界之前 我们有一个计划是 英国我们大学的画篮举办一张大型展览 那选了这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疫情 我们好多次突厌了这个展览计划 我们最后决定不举办造型展览 那主要代之的是 每个地区举办小型的展览 在英国北欧日本韩国等等 那么还总是我们现在还在计划 2024年在英国举办比较大的展览会 但是尚未决定 我们因为不要浪费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计划转移到网站上 这是一个核心的主题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 那么这个网站呢 只在作为研究和教育的资源 所有人都可以接触 访问 所以我们考虑了这个 计划水平 那么不太了解 苏州制度的教育者 或者对熟悉的学者来说 是都是很有用的 我们摆在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么那就可以了解新的宗照 如何改变了当地的材料文化和当地的信仰 那么同样呢 我希望鼓励和激发新的研究和新的想法 那么同时我们将准备非常丰富的资料 一系列的资料 到上周主题安排的 那么这些主题呢 本来是可以观众实质参观的内容 这也是我们的网上的展览的一部分 那我们设定了六个主题 是宗教的起源引进商与等等 我刚才也说了 这本来是在现场陈列 是在现场陈列的 那么同时呢 还加上我们还就是东西了 专题的故事 比如说有关日本的中之道 这一块的话 我们准备更详细的资料 这是网站的第一阶段 那么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会推出更多的展品和内容 那么主题的话 比如说呢 旅游 还有这个米勒菩萨的 陈斯菩萨的 我想 这个菩萨呢 是前陀罗传到中国 韩国以及日本的 陈斯菩萨的 一时的过程 那么同时佛塔也有很有影响力的 这些佛塔呢 随着佛教的引进在韩国和日本普及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现在已经可以去访问 请大家去查看 请期待大家今后还有更多的内容东西 而这个奈良的努力极项目将指示到2024年 我们计划对日本进行第一步的研究访问 当然 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进度国家博物馆之间的联系 同时呢 我希望与今天议会的学长们保持联系 那我现在要结束我的演讲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做演讲 再次感谢京都的同事们组织这次研导会 让我们相聚 同时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为我们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 我非常期待今天下午的演讲 并在演讲结束之后 这个智慧教授组织的讨论环节是非常期待的 那下午见 好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Susan Whitfield老师的演讲 为我们介绍了25年前的会议 以及以后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 非常感谢老师的组织演讲 那现在我们进入午休 那下午的缓解是50分钟或日本时间的下午1点开始 我希望大家继续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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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下午好 京都国际博物馆国际研讨会 敦煌写本研究的现在研讨会的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 请许我做介绍 我是会主持京都国际博物馆的玛丽娜林内 请多多关照 上午的会环节上 我们对最新的丝绸之路的研究 从红光的角度进行了俯瞰 下午我们将聚焦到本研讨会的另一个主题 敦煌的写本尾卷的问题 我们请五位人员为我们做研究发表 如果您对发表人员有问题要提出 请您用Zoom的提问功能写在留言区 另外有关我们研讨会的录像将在日后进行公开 而且我们对各位登记的会员也会把URL告诉你们 首先是第一位发表人员也是我们研讨会策划负责人之一 京都国立博物馆上山智音研究员 上山博士 她在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获取了文学博士 之后又担任该大学日本古血经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 2019年起担任现职 她的专业是佛教文献学 就日本流传的古血经 敦煌血经 宋版大藏经等等的内容进行比较对照的研究 探讨本本变迁的轨迹过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今天她为我们做的发表的内容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收藏品 有着非常深的关系 德化理事凡江格征堂本的再研究 这是她的发表的主题 题目 有请上山研究员 我是山研 今天我将就德化理事凡江格征堂本的再探讨为题做发表 请多多关照 首先我想澄清问题的所在 刚才我在主旨发表的时候也介绍 藤智慌先生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是1985年发表的德化理事凡江格征堂印的相关的论文 京都国立博物馆首屋收藏品中的敦煌血本 一共有72件 72件当中有20件是盖有李胜夺的藏书印 被叫做德化理事凡江格征堂和慕齐审地慕齐奸赏 这些德智先生认为都是伪卷 伪造的印章一共有八个种类 这是根据藤智先生的研究 他的论文所述 为什么呢 一个印章 因为印章的性质不可能同时制作好几个相同的印章 所以如果是明显的是违印的话 那么盖了违印的书籍 点击一定也不是真实是可疑的 那么 我把 那么根据藤智先生说 我想一位相关人说明了我对建藏印的看法 他说即使印是伪造的也不能说是证明了超本本身也是假的 古董商为了更好出售 可能故意做了手脚 冒名为李氏就藏 我造的这样的反驳 我听了有点吃惊 但是没有正面回答 那么印章的真伪可以被认为是次要的一个理由 但是我的真鉴定的是纸质笔法等等判定的基础上做的质疑 但是反驳是针对这个次要的问题进行的 那么藤智先生说这个伪造是一个次要的第二次的一个问题 而且他认为他的鉴定是在笔法和纸张置地坚定之上 基础之上进行质疑的 但是在他的论文当中除了质疑印章是伪造的以外 没有特别的讲到写本的纸张指地和书法等等 所以今天我想重点的就这些物理上的纸质笔法进行研究 我的方法论是这是盖了被认为是伪章的经典的清单 那么从中取出哪一卷作为对象呢 都可以 藤智先生把它分类为A的大制度论卷第70 我把它作为我的研究手法的对象 那么这卷大制度论它里边的文章是这样 它有卷首 这是文章的尾部 那么写着道人生现实的鉴赏 后面有这个藏印 是这样的一个题材 这是这个请愿文 它的内容我们看一下 在532年瓜州刺史得东阳王元太荣 这是属于他的写经写本 那么摩河言一部一共有100卷 内律50卷 写语经一部 官佛三位经一部 同时也书写了大云经一部 他愿文里边这么写 那么我们仔细看了文章的那边 我们也发现了非常古老的字体 那么关于书四的一些信息 它的题目 还有尾题 它完全保留 一共有23纸 每一纸有23行或者24行 一行的文字数是19个字 那么我的研究的方法 那么尾券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场合 很多的种类 那么聚焦在哪个部分是把它作为尾券呢 那么李永泉先生 他写了一本敦煌写本文献书 他做了一个分类 那么第一个类型是全卷尾 全部都是尾券 都是雁品 内容 纸张 全部都是 第二种类型是 内容是伪造的 这个书 所书写的内容是真的 是古代的 但是纸张是仿造的 第三是提记 是伪卷 内容 纸张是真的 但是提记 提拔是伪造的 第四个伪造的例子是 收藏的印章是艳品 内容纸张是真品 但是盖的印章是伪造品 那么第五呢 是一些其他的写卷的混入 不属于藏经洞的一些写本 也混入的这种伪卷的类型 那么我借用这个分类的手法 通过这些视角 加以探讨 那么我的方法 我的方针呢 这里写着 不依 我是不依赖于真食品 这可能有点过激的说法 就是说 判定方法 使用法不采用 只有亲眼看到过 食物才知晓的信息 当然 我的研究对象 收藏品 这是京都博物馆所收藏的 它是食物 当然我是亲眼能看到的 那么看到它的纸张 它的厚度 我能感受到 不是说 当然我是能感受它是真的 而不是说要否定亲眼看到的这个事实 我是说 我希望呢 重视 可以把所有的公开能拿到的信息图像 做一个依据 这并不是说要否定 真实 食物的重要性 我知道 食物所拥有的巨大的信息量 肯定是大大的凌驾于图像之上 但是实际所看的 它会带来一些感觉上的信息 它只能是一个个人的感想 而且是很难通过科学的方法去验证 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如何将一些感觉上的信息实现一个客观化 我认为这是必须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并不是采用 将感觉的信息把它课题化的这个手法 而是我活用起所有的公开的 开放的一些信息画像 然后图像等等 然后再依据于亲眼看到这个事实的基础上 来探索 没看到也能理解到多少的程度 也就是说 不是非不看就不会知道 而是探索一些没看到的 也能够理解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呢 一些能够访问到 接触到实际的真实品的写本呢 在研究人员当中只是一部分 所以我认为应该开创这样一个手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的一个前言吧 下面我就进入正文 那么我先想介绍一下 圆圈五的分类 混入了其他地方的写本卷子 刚才的老师也提到 长津洞里边 其实呢 混入了一些 不属于长津洞的一些写本 那么 严本都志先生写了一篇论文 敦煌文献当中混入的问题 他提出 王源路倒是他混进去的 或者是收藏的单位机构 混入到里边 因此 他这个论文的研究的一个目的呢 是一些这个入手的渠道 或者整理过程的一个来历等等 这是比较重要的方向 研究的方向 但是我的研究方向呢 是把写本本身的真伪问题呢 作为我的研究的一个把点 所以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混入相关的 过去的研究 有些重点的不同 那么收藏的印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内容指章是真的 但是这个印是伪造的 那么藤志论文 他写到 手屋收藏品 所盖的印 他都是 有一些伪造印 他做了一些特点 但是 他大量的举了 伪造的印章的例子 但是没有 灯载 真的影印 那么据 赵儿新闻说 这是因为 藤志先生他担心 如果他把真的影印 写在论文里边 会被人家伪造 有这种担心 那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神迹之 第一太白印经 就是荣心江先生 他在他的书籍当中 使用了一些插画 这个插画呢 我在这里引用 也就是这个插画的印章 和大制度论券第70 所盖的印章 我们想做一个对比 每一看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是非常 雷同相像的 比方说印这个字 线段的地方 这是圆圈 蓝色的圆圈的地方 两个都是非常的 接近一样 那么 游戏 我这里蓝的中间 有一个补助线 还有一个字 求这个字 这个部分 似乎和真品相比 它的一个笔划呢 太短 而且整体上 这个伪造的印章的字体的 线条比较粗 那么也许这是因为 它的印尼 珠泥 还有用的是 橡皮涂章 造成的线条比较粗 那么如果只是这一些 笔划线条的差异的话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还是不能判断 它是违硬的 那么其实我也非常 常想听到 各位专家的意见 光看这些的差异 是很难断言 这本身是一个 伪造的印章 接下来我想看一下 内容上的伪造 内容是伪造的 但是纸张是真的 会不会有 这种情形的存在 也就是说 书写的人 它是伪造的 但是纸张 那是真的写本的纸张 比方说用真的纸背 或者用真的 这个卷子文宣 卷子的 鱼白的部分 把它写上 那么我选择了 首屋197的两个例子 原先一是纸背 没有写任何的文章 也就是说 不存在利用 真物的纸背 第二呢 从首到尾 非常完整的一本文线 一共有23张纸 比方说 把尾部的那个 鱼白把它剪下来 然后拼成一个长的一张纸 这也是很难想象 根据以上的理由 内容是伪造的 纸张是真的 这种情况是很难存在的 也就是说 内容纸张是真的的话 应该都是真的 或者内容纸张 均为伪造 这种 非这两种情况不可 那么原权三 那么提拔的伪造 内容和纸张 书写者和纸张是真的 只是它的提拔 非是假的 这种情况会存在吗 那么这里就存在着 我们要思考一下 内容和提拔 它的书法是一个人 或者是别的书法 这个问题 假设内容和提拔 是同一个人写的一个书法 那么内容和纸张是真的 但是提拔就是伪造的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 反过来 内容和提拔 它是不同的人写的 那么这种情况 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内容和纸张是真的 提拔是伪造的 内容是伪造的 提拔是真的 也许会存在 如果 只是真的 这个提拔 它卖不了多少钱 所以就加了一个 内容证文的伪造 那种情况也许会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内容指提拔都是真的 全部都是真实 这种类型的存在 不是不可想象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内容和它的提拔 到底是同一个人来写的笔记 还是不同人来写的笔记 对文字进行了一个比较 这是俊墨的一个图像 请看一下 可以看到 用很同样 是同样的文字 然后有16个文字 是一样的 我对这同样的16个文字 进行了一个比较 那 右边是用于本文的 然后左边是用于提拔的文字 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 比如说像这个弦 这个字 左边呢 这个就是这个树 可以看到的一直比较长 然后右边那个背的是有个弧度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个字 两者呢 似乎不太一样 另外呢 还有这个解释的事 然后它到底草书草到什么程度 我们把其他的字都放在一起来看 可以看到呢 应该是不同人来写的 就不能判断 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那么好 那么就是 这样的话呢 就很难来进行比较 所以呢 要看内容标题 到底是否一样 那么从图像上来看 进行比较之后 那么比如还有这个墨的颜色 没有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可以说是 就是同样的这个墨的颜色 所以呢 判断应该是墨使用的墨是一样的 好 那么 内容指是真的 但是呢 提拔是假的 还有呢 就是 内容和提拔是同人同样来写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有可能是内容纸张和提拔是真的 的或者是内容纸张提拔全都是伪造的 那这种情况都会有 那首先 全卷都是伪造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判断 是内容纸张提拔全都是伪造的还是真品 那这样的话呢 就找要有一个就是做标准的一个作品 那刚才其他的教授也有提到 包括志伟教授 还有滕之教授 他们也都做过这样的比较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作品 做标准 那么东阳王元太荣的愿经 除了北本经之外 还有其他的 那么这个呢 是被称为 这个东阳王元太荣愿经的内容 那我们这次呢 也是选其中的大制度论 这样来做比较 是法国国立图书馆 然后呢 收藏的是P2143号 这呢 是他的IDP 来公开的这个图片 我们这是那卷手的部分 那么这是元太荣的愿经 然后这是他眷尾的图片 还有呢 一些就是书制的一些照信息 这并不是我本人去 不是我本人去法国来看的 而是通过IDP公开的信息 然后呢 一共是19纸 然后一张的话呢 是22行 一行呢 是7个字 我是通过公开的信息 来进行比较研究的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大制度论券 第70和第26品 做了一个比较 然后呢 首先他的这个提拔不一样 这还有那个提拔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是对他的 就是眷尾做的一个比较 然后呢 每一行的文字数量也不一样 还有对他的书试 格式也进行了比较 那么还有其他的 也有一些公开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 我就列举在这里边了 那包括一页的是有多少行 然后呢 包括23行 25行 22行 23行 都各不相同 那当然 这边呢 也是到底是不是全都是真品 那这个呢 也是有疑问的 然后呢 每一行的字 都是17个字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注释 是这个 维摩集经书卷第一 这个呢 他不是他那个本经 是他的那个注释 所以呢 我就没有把它列入其中 好 再看他的格式不同 然后 也比如说P2143 他是呢 一张指22行 一行呢 17个字 但是首屋197的话呢 他是一张指23行 我24行 一行是19个字 可以看到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 他的尾题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是同样的是写经的话 那么肯定 他的尾题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份 他的尾题是不一样的 那么伊藤美崇子 教授在他的这个论文叫敦煌本 大智度论的整理当中 他提到 那么 那么这个经典的 首先呢 他的题目不一样 有的叫大智度金 然后呢 还有这个 科摩 眼睛 大智论 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 大智度金论 还有尾数 眷数尾题 然后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分论 比如说 他是对这样的 做了一个分类 然后呢 进行整理的 然后呢 但是手屋 他是用的 眷数尾题 就是用的 这个题目都不一样 好 那么 2143 他的这个格式 还有尾巴和手屋的197 我们就可以比较之后呢 就是发现 手屋197 他不是 就是这个普太二年的写本 和东阳王元太荣愿经 可以判断他不是 那好 这是一个结果 然后呢 首先呢 就是看他 就是其他的写 本中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混在其中的 还有他收藏的 那个印章的真伪 内容的真伪 提拔的真伪 还有整个全部的 这个就是 全卷到底的真伪 那当然来 还确认 内容纸张是真的 比如说印是假的 还有内容是假的 纸张是真的 还有内容纸张是真的 提拔是假的 还有呢 内容纸张 所有全部都是假的 那我们对这些进行了判断 那我们对这些进行了判断 那么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判断的结果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的观点 来认为19屋 手屋197 然后呢 全都是内容纸张 还有它的提拔 全都是 就是违本 违卷 好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研究这样的就是 这违本 到底 写本的违卷 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么 所谓的 写本 违卷 到底是什么 那么 为什么 什么叫这种 写本 违卷 那么 藤之先生在他的论文写 并非真实的东西 被称为 就是违卷 那但是呢 他对这个写本违卷的 本身的特征 他并没有做定义 然后 那么 那么他是讲 收集这样的事例 可以呢 作为真伪 判断的一个参考 所以 那么 我也想了解 到底应该研究到 什么程度 对写本 违卷 到底应该研究到 什么程度 那这次呢 还有一些 叫做就是 颠倒符 也就是说 前后 写反了的 那么 这样呢 会有 要给他颠倒过来 顺序要进行颠倒 在这个 里边呢 其实有很多 这样写反的 地方 比于 P2143相比呢 其实2143里边 也有这种 写反的地方 那么 就比如说 他可能开始 写错 或超错了 但是 他并不是说 就是这么 放置不管 而是呢 要加这么一个 颠倒符号 然后呢 把这个前后 顺序给他 正过来 做纠正 好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 参考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 有的一张呢 有的是23行 有的是24行 然后还有呢 就是行数会不太一样 那我也一直怀疑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它的行数会不一样 那么 大家请看 然后箭头的地方 是指着接缝 然后呢 第七指之前呢 是一张23行 然后呢 分界线很浓 没有那个针孔 然后呢 第八指之后呢 那么一张纸是24行 然后呢 界线就是比较浅 所谓的这种接缝 就是有这种线 然后呢 是有这个针孔 用这个针扎的孔 然后呢 第八到二十二指 然后每张纸的左端 然后呢 就是这都会有这种针孔 那么 腾之先生在他的敦煌学 以及论文 第32页 他写 1987年的时候去了伦敦 然后呢 花了两周的时间 每天都用放大镜 来进行研究 然后他了解到的 就是从六世纪初 然后呢 到六世纪末 然后呢 是这些东西开始出现 然后唐代的时候呢 是在七世纪的时候 然后这些 花线的技术有所进步 所以呢 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 这是P2143标准 的这个文章 然后呢 就是公开的 那么我也去确认了 可以看到 这边也有针孔 然后就是在写本 然后制造的时候 造写本的时候 到底这种 就是针孔到底是否要仿造 也有这一个问题 好 那还有一个关于来研究写本 维卷另外一个意义 那么作为腾知先生的业绩 可以看到 他是用对个敦煌文书的编年 然后呢 使这种书式 格式 纸张的变迁 都实现了可视化 然后呢 就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都给排除 那么腾知先生在他的 敦煌学 等这个 书籍当中 他写的西北研究所的一些 生态学者 金西锦先生 的一些这种 就是引用了一些 他的一些内 金西锦斯 写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那么提到就是 提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然后对方给他解答 然后呢 就是这样 到底是要找到 是什么样的物质 然后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种材料 然后呢 还要对这种 对他的一些经验 进行研究 然后呢 这种写本呢 也是可以按照年代 然后呢 来进行 另外呢 还有呢 是把一些影响 研究的东西 和例外的东西呢 会把它进行排除 这样呢 以防影响到研究 那么腾知先生呢 就把这些例外的东西 给他排除之后 然后呢 去研究 什么东西才是真的 所以可以说 他留下的业绩 是非常之伟大的 另外还有一些 不确定的地方 然后不确定的地方呢 可以把它作为 就是伪本 伪卷 那么现在 那么我觉得 就是对这些研究呢 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在这个腾知先生 研究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把 就是为 上位 明确的一些部分 然后呢 进一步去研究 去追究 然后呢 把这个 就是并不是 陈知先生 他提出的 限定的 这个真正的东西 而是说 通过研究 写本 伪卷 可以呢 来扩大 他整体的 敦煌 写本的一个 这个范围 同时 让我们来研究 真正的 这个写本 到底是什么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 这个发表的内容 谢谢大家 上下研究员 感谢您非常有意思 很有意义的发表 您强调了 不仅区别 真品和唯品 唯本 真本的不同的区别 是非常重要 同时 如何的澄清 唯本的特征 把它作为研究的 对象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也把 也教会 共享了我们 很多宝贵的手法 下面我们请 龙谷大学 世界 佛教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员的 版本 赵二博士 请他为我们做发表 版本 先生 在龙谷大学 获得了工程学博士 学位 曾经在大英图书馆 英国图书馆 做过特别研究员 法国国立图书馆 做过客作研究员 2016年起任现职 专业是文化遗产科学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 他对东西方的料指 进行了调查和科学的分析 今天他发表的题目是 敦煌文献纸张的 非破坏型分析 有请版本先生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我是龙谷大学 我叫版本 我姓版本 这次呢 我就东黄文献纸张的 非损分析为题 进行发表 首先我对主办方 预议我这样的一个发表的机会 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发表的结构 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首先是有关材料分析 这是对东黄文献的 纸张材料等等进行分析 然后收集资料 把它汇集成时间轴 空间轴 进行分析 对数据进行空间的分析 以及第三个内容呢 是对它的条文 这个则就是朝纸的一个链子 刚才苏珊 上午苏珊女士也讲到 这个纸张的纹路的问题 那么我们尝试了 把它提炼出来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东黄文献与日本的古文书的纸张 它的质地也进行了比较 东黄文献 东黄遗书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的分析 当然是要采用 非损分析 就是不破坏原案的分析 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手段呢 是使用数码显微镜 对纸张表面进行观察 那么我们分析的史料是 薄熙盒收藏340件 斯塔因文献110件 那么大英图书馆的斯塔因的收藏品呢 这方面我特别感谢苏珊 卫宏老师 同时对这个 钟泽老师我也表示感谢 与我在法国薄熙盒资料的分析 与我很多的帮助 下面首先呢 我就发表一下关于纤维的分析 这是薄熙盒的收藏品当中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纸张 它既有年份是公元512年的文献 那么在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储的 纸质的纸张在公元500年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纸张呢 是非常典型的储皮制作的纸张 这是纤维的图像 这是典型的储皮纤维 它的表面上有一层薄膜覆盖 非常薄的膜覆盖 这就是这部分是膜 那么这个储皮纸呢 还有一个特点 那么它是 这个纸张它的原料呢 是来自于中国的树木 储树 那么储树的树皮里边 有含有草酸钙的结晶体 那么我们在提炼纤维的时候 这些草酸钙也会被提取出来 我们看图像就可以看到 方形的草酸钙晶体 Cubic Crystal这里写的 正是正方形的草酸的钙 的结晶体 那么肯定呢 提炼的时候 这些成分也能观察到 这正说明了 它是储皮纸的一个特点 这是唐代另一份古文书 过去我们的这个分析的手法呢 是要对文献进行纤维的一个抽样的 一个分析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进行染色法 然后来鉴定 这个识别纤维 这是过去比较普遍的做法 但是现在的我们可以使用 非常高的分辨率的镜片 进行偏光的观察 所以不通过纤维采样 也能够获得各位大家看到的 非常清晰的图像 我刚才不断地讲到一个名词 是储树皮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必须注意的储树 储木呢 它是属于桑树科 那么有很多的相似的植物 有石南 有桑树 有无花果 全球一共有1000个桑树的一个种类 当然我1000个都没有意义地去分析 但是基本上桑树的树木 都会有同样的特征 很难分类 所以我今天发表用的这个纸张的质地呢 作为总称我用储树皮的纸张 这样来称呼 这是麻痣的纸 这个麻痣的纸张的图像 各位请看一下 它会混有一些线条的一些线 线线 也就是所谓的拉格纸 从纤维来看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条纹 交叉的条纹 十字的一样的条纹 Dislocation的这种纹路 十字的条纹 具有这种的特点 但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过 储皮纸 它是被一层薄膜所覆盖的 但是这里的麻痣 是看不到这样的特点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它不是储纸 那么只有这种特点的纤维呢 它往往是比方说 亚麻啊 对麻啊 等等的纤维 所以我们无法呢 进一步的通过纤维的观察 把它类别 具体的是哪一种的麻类 也因此呢做一个总称把所有的相关的麻痣的纸张叫做麻痣纸张 这是麻痣的纹线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线条上有一些十字的条纹等等 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分析了上百件的敦煌的纹线 然后将纤维分析的结果 用时间序列将它表示出来 蓝色的是储皮纸 红颜色的是麻痣纸 绿色的柱子呢 是特别高级高品位的 用于长安宫廷写金等等场合所用的高级麻纸 那么中国的尤其是南边 用竹子制作的纸张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到我们目前看到的为止呢 这个敦煌的藏经洞里面没有看到竹子的纸张 那么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推定 从西凉到西微时代 当时所用的纸张的类型 麻痣纸比较多 还有一个阶段 从北周到圣唐期间 多用储木的纸张 储木树皮的纸张 那么之后的也就是中唐期之后 又出现了多用麻痣纸的这种特点 也就是说纸张的质量 它随着中国的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 我把以上所述的三个阶段 把它用数字分成一期二期和三期 下面我想看一下纸张当中 我们发现的一些颗粒的物体 那么这个颗粒力状的物体 基本上都是淀粉 为了证明它是淀粉呢 我们可以用纤维镜 通过透射光观察 来看到偏向的十字的纹路 或者点染色的特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是 不损害的这个手法 所以这个工作比较难做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颗粒状 我们推想除了淀粉以外 恐怕没有其他的后补选项 因此我们这个探讨的前提 就是这些颗粒物是淀粉 那么我们所发现的粒状物呢 根据它的形状和大小 分成三个等级 首先第一个是 第一个类型 它的直径为五微米 而且它的形状呢 畸形的比较多 不完整的比较多 那它的特点就是大米的淀粉 第二个类型 它的直径大概是十微米 那么也有不完整的类型 那么这个古物呢 很可能是素啊或者鼠 第三个类型呢 第三个分类 它的直径是三到三十五微米的长度 而且它是大小的差异比较大 有小有大 也有圆形的 非圆形的 那么我们猜想这是小麦粉的颗粒物 这里的照片是其他的分类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各种的淀粉的颗粒状呢 混入在纸张里边 那么我们跟分析纤维一样 用时间的顺序 梳理了淀粉颗粒状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纸张呢 经常被发现在随初唐 圣唐时代的文献当中 那么第三类的颗粒物 被发现到的这些纸张 往往是集中在土翻期之后的时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条文 所谓的条文呢 就是看这张图 是有水平方线有很多这样的线线的条文 然后我们称其文就是这种条文 然后呢垂直方向有两条 这个呢我们管它就是这个纵纹 那么这条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线 是因为在超纸的时候 会用那个超纸的帘子 然后呢会留下来的痕迹 在东洋呢我们是超纸的时候 然后会用那个芦苇或者是用竹条 来做这个超纸帘 所以呢这种条文的话呢 有可能是芦苇或者是竹条的痕迹 然后呢就是纵线的话呢 就是来就是因为给它编这个超纸帘嘛 所以会有这种就痕迹留下来 那么包括芦苇和竹子的来进行比较的话 那竹子的这种超纸帘的话呢会更细一些 然后呢所以通常情况下用这个竹子的超纸帘 它的这样的话这个条文很会更密更细 好那么同样我们也是对按着时间轴来进行分析 然后呢就是如何来数它的这个条数 我们按一公分之内 那到底有多少条这个条文是来这么计算的 然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 就横轴是时间 然后呢纵轴的话是它的这个数量 或者说叫条文密度 然后呢正如图中所展示的 那么包括初堂圣堂时间 每一公分的话呢会有九个八九十条文 这个条文左右 那么到了公元七百六十年 以此为这个一个界分界限 然后呢一公分它的条文数呢 会就会减少到四根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当时是安始之乱之年 所以呢那么想必呢可能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再来看一下红色的颜料 那红色的颜料是这个 比如说是珠印等等会有这种形式来保留 然后呢比如说用这个荧光线元素分析装置 对这个红点来进行分析 看到呢红色的颜料的成分主要是有三种 有水银还有呢是铁的成分 还有铅的成分会有这三种 那么这三种呢都是有存在的 都发现了 那么虽然不是颜料 还有一种是右下角的这种 是红色的 就不用这个颜料 而是呢就是被染成红色的丝绸 然后呢会有这样的这个红点 也有这样的这个存在 那么我们就对一些这种分析结果 然后呢按着时间轴做了一个归纳 近看这张图表 最初是就是这个藤之先生 然后呢他就如他写的这个藤敦煌写本 然后呢按着分析分成ABCD四个析 如图中所示 然后我们看这张图的话呢 就可以发现正如我刚才介绍的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 当时呢就这个第十期 这个时候呢纸张的变化 可以说是缓慢的 但是从第二期到第三期 可以发现有一个极具的 这种纸张的变化 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那我也对此进行了研究 首先一期到二期和二期到三期 变化时候 到时是有哪些变化 然后呢有什么不同 我也进行了调查 在第二期和第一期的时候呢 第二期呢会发现第一期中没有的 就是那个条纹 然后呢比如说第一期的时候 开始是四根到六根 然后第二期的时候突然就增加到 这个十二根 就是变得更细 那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 用那个竹质的超纸链 来进行超纸 所以呢可以看到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 利用竹皮的纤维 然后呢用这个竹质的超纸器 来进行超纸 那么呢 还有呢就是还有淀粉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米呀 鼠还有那个素子 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 做原料 这是中国的一个气候的这个区分 和一些植被的不同 那中国的南部呢 可以说是温暖潮湿的气候 像这个储木啊竹子啊 还有那个宁麻啦 芦苇稻米比较多 而敦煌附近呢 它属于是沙漠气候 那边呢主要种植的是大麻小麦 鸡鸡草 所以刚才介绍的这张图 它之所以就是差异 可以看到是中国南部 可以看到这些呢 主要是中国南部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量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二七到三七 的不同 这是一七到二七 然后从 西 位 然后呢 然后在领土的有这样一个 然后开始到北周 那么领土呢 开始扩展到南部 这是西位 然后到北周 可以看到领土呢 扩张 那么想必 就是刚才呢 就跟刚才我介绍的这种 纸张的变化呢 其实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同样 从二周到二七到三七的变化 也正如这边所展示 那这些呢 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变化 就没有了 不存在 那我们再看领土的变化 这个地方 从二七到三七 东黄 是这样的一个 在南部 安史之乱 经过安史之乱后 它不属于中原地区 从中原地区 给进行分离 那这样的话呢 想必这种纸张 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好 我刚才介绍了 就是纸张的特征 非常遗憾 目前呢 就是多样性方面 还不是很充实 而且呢 它只是有分成两类 那就是纤维呢 就是储木 或者是麻质 那淀粉呢 是米 素子 小麦 和 薯 然后呢 关于条纹 主要呢 是四到十一根 每 公分之内 可以看到 就是很窄的 这么区间内 空间内有多条 那么另外 有多种不同的纸张 而组成的这种卷书 那么在敦煌文书当中呢 有数万件 然后呢 从那个纸张的数量 可以看的话呢 大概是从上万张 到几十万张 可以说用量很大 那这些呢 对它的纸张 进行详细分析的话 比如说对它的纤维啊 还有那个颗粒物啊 还条纹 这些特征 进行分析呢 想必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 我刚才提到了 敦煌文书 它的这个纸张 是几数万到数十万 那么想必 它当时进行超纸的时候 用的超纸帘 也会是多种 有可能是多种 因为你要大量的 进行超纸 然后呢 会用这个多种的 这种超纸帘 来进行超纸 那么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这个竹帘的图案 想必呢 也会是有很多种 或换言之 是具有多样性的 举个例子 好 这是P2196 是这个南朝519年的 这是一个利用偷射光 来拍照拍摄的图片 那么对纸张来看 它这个文字 那么我们想就是通过这个画像 来进行分析 然后呢 如果是RGB 通常用RGB 这个颜色 但是呢 我们是用的 LAB 颜色 变成LAB 这样的通道 不同通道的 这个颜色空间 然后呢 那个A代表 L代表亮度 A呢 是从绿色到红色的分量 然后B呢 是从蓝色到黄色的分量 然后呢 来看它的反差 那么这边呢 就是可以看到 首先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LAB的不同 首先那些刚看了A的这个通道 然后呢 强调它的反差 然后呢 B呢 这个也是 B通道 它的画像呢 也是强调了它的反差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条纹是双重的 然后呢 是 双重线条 好 这个呢 是北魏时代的 另外也是利用 透射光 与刚才 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然后呢 来分析 它这个 就是条纹的量 条纹的情况 然后呢 这个是 横纹和纵纹 纵 这也是 这呢 也是双重的 这个条纹纹 是橱木皮的 这是麻制纸 同样 这个呢 是南朝 586年的 这个呢 是P2144 第三纸 然后呢 它的纵纹 可以看一下 那么中间的地方 有两条 有三条吧 纵纹 然后间隔比较窄 同样 P2144 第三纸 这是第三纸 好 我们再看第七纸 同样 2144 同样 它也是双重条纹 但是跟刚才的那个图案 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 它是用的不同的超纸联 来超出来的 好 那么这是同样 又利用同样的超纸联 那么这种同样超纸联呢 其实是有多数存在的 那么这是P2117 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第九纸和第十纸 然后呢 它都是 条纹是一样的 这样呢 可以推测 它应该是利用同样的超纸器 来超出来的 好 这也是同样的例子 然后呢 这是纵纹 会有不同 从中可以看到 会有不同 那么我们 就是根据这个条纹的图案 可以看到 是具有多样性的 那么从纸张 把纸张进行分类 那么我认为呢 利用条纹来进行分类 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好 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敦航文书 与日本的文件的一个比较 那么日中之间的一个文件的比较 我们也看到它的线条的宽度有不同 那么这是我们查了日本的古文献 利用的文献呢 现在有四份调查报告 大家看到了郑昌苑 关义城等等的四项 这是法国玻璃图书馆所藏的日本的古文献 和刚才一样 我们提炼了它的线条 刚才我们看到了和敦航的文献相比 它的线条是非常窄的细的 而且这个线条的数量 要比敦航的古文献多得多 那么这是日本的文献 与敦航文献遗书的纸张的线条的宽度 进行了比较 那么日本比蓝色的是日本 蓝颜色表示的是郑昌苑的古文献 绿色的是日本的其他的古文献 红颜色的是敦航遗书的文献 一看非常的明显 日本的文献和敦航的文献的线条 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日本的线条普遍的是比较窄细 以上就 我并不是直接针对敦航写本维卷的问题 我从直至的观点成分 做了一个观察 做了一个发表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 感谢 本本 张尔先生 您为我们分享了非常有意义的 会有参考意义的发表 这个伪写本的研究当中 我们可以对料指调查 或者科学性的分析当中 可以有许多好的收获 非常感谢 下一位是定员博士 王兆博博士的发表 定员老师呢 是上海师方大学 哲学系的 准教授 在日本的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读博士之后 在同一个大学的日本古学金研究所做研究人员之后 从2013年开始担任现职 专业领域专门领域专门研究的领域是 东华写本和日本古学金 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目下的 信誉书屋藏 东华遗书编目和研究这个项目当中 它制作了 在大阪的信誉书屋所收藏的 东华文书的 东华遗书的目录 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那么今天的发表的题目是 信誉书收藏的东华超本的真伪判定 着眼于世界各地的收藏品之间的关联性 那么订阅老师有请 大家好我是上海师方大学的定员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报告我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的报告的题目是 信誉书收藏的东华遗书的真伪判定 也许带着赵索周知居 1900年东华遗书 因偶然的因缘被发现的 之后流传了全世界世界各地 及文物和文献的价值 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因此大概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 一些写本作为商品或古董流入了市场 在市场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 出现了伪造的东华遗书 那这是可能大家中所周知的 但是呢 我们学术的研究 不能建立在假抄本上 也同时不能排除 真的写本 把它作为假的文件 所以东华学的研究领域当中 辨别写本的真伪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课题 中所周知 斯坦尹的收藏品 沃西河还有俄国的收藏品 以及一九一十年左右 到一九一十年进入 金氏图书馆 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东华遗书 是直接从残经洞流出的 所以之中混入 维券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那可能是今天上午 魏特菲尔德老师 也提到过 这个斯坦尹的收藏品当中 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尾券 有这样的举株 但是呢 一般认为 斯坦尹的收藏品 的真实性是比较高的 比较可靠的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呢 考虑到东华遗书的流传的路径 中国各地以及传入到日本的 东华遗书中 维券存在的可能性 是很高 是最高的 那以前就是一般被认为 日本的收藏品的 大概90%以上是违卷的 这个观点是 同志老师也提出的 以及其他的老师也都提出过 不过呢 在日本收藏的东华遗书 至少有2000件以上 不知道正确的数量 那么其中呢 新书的收藏品最多 总共有758件 那么其中有 黎盛多 旧藏的 432件 还有其他的超本 但是总共的数字和目录的数字 有差距 那么这个黎盛多 这位人是东华遗书 遗造问题当中 颇有中意的人物 所以呢 我们要怀疑 包括黎盛多 旧藏在内的新书的 产品当中 也有很多维券 那么新书的收藏品当中 已经判定我真为 还有中论当中的收藏品 有几个 那么 今天的研导会的后面 高田老师 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语字的 语号的 这个语天红 收藏的 它的基安啊 它背面利用背面的 写本 是有灵管 的写本可以聚合的 所以呢 认为都市围券 这个利用背面的写本 是都市围券 有这样的指出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 捐为未定的 写本 那么比如说呢 警教有关的文献当中 有四件文献 当中的这个三件文献呢 是过去已经 争论过 讨论过 不过呢 这个真伪呢 身未定的 但至今为止呢 这个判定的方法 有很多 那比如说 从内容上 判断的方法 还有到手的途径 做研究的方法 还有刚才 版本老师 他的专业领域 也就是 研究纸张 还有字体的研究 等等 还有 订阅老师 不好意思 这个你分享的 你分享的PPD 一直停在第一页 第一页 请 请您翻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 资料PPD呢 还是第一页 请翻到 现在 讲的地方 不好意思 还有呢 就是 看不到你的脸 请您调整 这个摄像度的位置 好吗 这样可以吗 好 现在可以了 谢谢你的协助 那回到我的演讲 那我继续 那么 真为 真为判定的方法 有几个 有几种 那总的来说呢 从内容上 研究的方法 还有到手的图形 判定的方法 还有 纸张和字体的研究 还有利用化学的方法 去研究的方法 等等 那我们要 综合的利用 这些方法 来 做综合的判断 是需要的 在一般的 一般来讲呢 一般要看字体 因为一般的人来说呢 看字体来 去判断是比较难的 比较复杂的 那刚才 山山老师也 今天上午提出过 不过呢 首先要看 食物 去判断 所以呢 我 今天 报告我的 研究成果 那我的 发表当中呢 着眼于 新语书 收藏的 冬环遗书 有指示 以与其他 地方的 收藏品之间的 关联性 尤其是 研究 写本之间的 内容的连接 有没有可以 综合的地方 来论中 这是写本的 可靠性 真实性 这是我的研究课题 那主要是 那主要是 论中是 真实的 血本 去研究 但是呢 这种 老的 血本呢 原本就有 很多 断检 残缺不全的 地方 那比如说 在发现的时候 已经存在 而且呢 被 藏经 栋被发现后 然后呢 可能分散的 帮应的图中 呃 这些断检 不仅可以对文献的 内容性的复原 同时 对真伪判定 也有帮助 也就说 如果能够 最核的话 这些血本的 可靠性 会变高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今天 我 主要是讲 信书的 文献 那我刚才 我的介绍当中 也提到过 我研究这个 信书 收藏品的 目录的 编辑 那么通过 这些研究呢 我汇总了 今天 今天发表的 包括的内容 那么这个 绪合 有这种方法 首先要考虑 能不能追合 这个因素 那么根据 这些因素呢 要研究 如何可以追合 第一个呢 就是书封 就是笔制 还有子底的相似性 第二呢 就是法量 就是尺寸和界限 还有前后 内容的连接性 还有第三个呢 是一张纸 这函数 还有每一行的 这个文字的数量 等等 要综合考虑 这些因素 去研究 可以不可以追合 那比如说呢 可以直接追合的 还有呢 有的呢 可能是可以 不能直接 但是呢 间接的 可以追合 那我用几个符号 来做区分 那么我研究的 那信义书的 追合呢 有两种 那么第一个就是 信义书的 收藏品之间的 连接性 还有一种呢 信义书的 收藏品 和其他地方的 收藏品之间 可以追合的 案例 例子 那比如说呢 斯坦因啊 或者是薄熙和 收藏品 之间可以追合 但是 信义书书 藏本的研究 而之前 也做过不少 而 相接在一起 只要在 先进行的研究中 也有不少 有具体指出 而我 对之前的研究 做了一些整理 在整理的情况 在图片单中 所列出 它序号 按照它的序号 罗列出来 我想大家 在屏幕上看到了 这些 到目前为止 63组的 相连接的写本 由2013年以后的研究 为主 为什么呢 那2013年以后 信义书书的 敦煌写本 所有的文本 都予以公开了 层中 研究得到了 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种 在先研究的基础之上 我又发现 信义书的成本 和其他的成本 有一些新的发现 那么我对此也进行了 汇总 这些都是 都一共加起了 有18组 另外在这里面 也列出了文献名称 我想各位专家 大家都能看懂 几乎 都是佛教的文献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 对于佛教文献 比较知知知 较多 因此呢 我专门做了 这方面的研究 其他的 我估计呢 还可以发现 可以像拼接在一起的文献 那具体的连接 相接的方法 大家呢 看一下我的图片 我想大家都能看懂 右边的文字 他是大肠栋栋里面 所取出 揭露的 它是第一 那么第十三号 叫003 它是两面 双面都可以 连接在一起 而且它指章的拼接 也可以比较完整的 然后第三 也认为这个图片 是否左右 看不太清 就是第四号 这是那个 已经碎成了 极大快 它是2021号 这是中国的 试镜图群移论 它可以相接在一起 这是北大 第144 上面 栏目 它上面呢 有一些这个字体是残缺的 也可以看出 它指章的接缝这个部分 就连接起来了 然后它这中间 是无法连接在一起 整整一行字 都是残缺的 另外这个中间部分 一行左右 都没有了 这个 也是 把这个纸张的 接续的地方 这也是同样一个情况 但是薄熙和的文本 可以相连接在一起 然后这是中国藏本 那纸张的 接续这个部分 把它拆开了 这是斯坦英文本 还有 它是草树的 书体的 可以直接的 坠合在一起 然后大使斯坦英 还有大谷的藏品 中间 都已经失去 30多行 可是通过文字 还有它的书体的风格 应该说是来自于同样一个写本 这是博物馆收藏的 这也可以 最后三行字都可以看到 它是黑白这个部分 是这个后面就可以坠合上去的 这是俄国本 而跟俄国本 平和在一起的 第16号也如此 这个是故意被撕开撕裂的 这种痕迹在里面 总之我想强调 这次机会 想要说 那个京都博物馆 藏守护藏品 也可以 这个平和在一起的 从目录 可以看到 那么第一纸和第二纸 这间缺52行 但是这个52行字 那么实际上都在这个信语书书里面 是可以找到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是这个粘贴在一起 那一共是四张纸 那么整整52行 原来的空白 都已经补过来了 这是具体的拼接的方法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 它可以推断 它原来应该是 这个来自于同一个写本 反而言之 到目前为止 我所发现的呢 或者是在先研究的 基础之上 我们再探讨了一下 那么一些文书和它的相接 共有92种 90种 那么这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便最多 那信语书屋藏是一共有758种 并且和其他的产品可以相接的 我们已确认到的 有81组 其中 有的还可以和 李生多旧产品 相接在一起 这样的文献也包括55组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有的一组 包含了两种写本 自由写本的种类来讲的话 应该说达到83种 占总是的11% 一种写本 有的呢 可以有两个以上的 收藏机构的文献 相接在一起 所以说一共90种写本 和其他的产品相接 那么能与中国国家图书馆 产品相接的文献最多 可见两者之间 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这里比如说BD 06059 与621等 能够看出 它很可能是人为的 撕裂的痕迹 就是因为如此 这些写本的可信度 显得更高 另外斯坦英本 博西河本 还有俄罗斯本的接续文献 可相接的文献 达到39种 因此这些写本的可信度 也会越来越高 特别是双面书写的文献 如果是双面都可以直接拼接的话 那么这种写本的真伪性的话 没有可疑的 就是不可争议 它的这个真伪性的话 它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那么当然是一会儿高田 老师可能也会报道 那报告就是有的写本的话 也用了它的后面 这些也需要继续的去观察 以上是我的报告 非常感谢聆听 谢谢 电源老师 非常感谢 来自于上海 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 写本还有它的碎片之间的相接 实际上也是辨别真伪的 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现在我们安排一下休息 10分钟以后 14点40分 我们将开始下一步的会议 好 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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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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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本都智博士 他在早稻田大学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在担任了东洋文库奖励研究员 新系大学大学员助手 助教之后 从2016年起担任现在的工作 他的专业是东洋史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 隋唐内陆亚洲史 那么通过研究敦煌的文献 或者当地的考察 从事10公元10世纪之前 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涉史的研究 今天的发表的题目是 京都国立博物馆 藏东黄血经的旧藏印 好 有请严本都智先生 有请 各位下午好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我是原本都智 我这十年之间的主要的研究领域 是日本的敦煌遗书的由来来历 那么在黎正大学一起做了研究 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探险 发掘挖掘的工作 那么疫情的关系现在无法前往当地 那么除此以外 尤其是针对敦煌遗书有关医学 或者本尊的一些文献进行研究 今天我将聚焦在 因为我们所在的发表之地是 京都国立博物馆 那么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血经 它的来源是什么 那么通过旧藏印的分析 正如山山先生刚才发表当中所说 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写本当中 有很多维卷 那么郑璐他说的 这也是藤芝先生所判定的 那藤芹先生他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 做出了这个判定 所以在文献上 他具有的文献上的意义 也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一些内容 大家一定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我希望呢 进一步能够有一个机会去探讨这些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投影进行发表 中央PPT中间的这个收藏印就是德华理事 樊江格珍藏这个印 那么它的号码有两个 B甲310首乌253 B甲310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右边是首乌先生 他捐赠给京都博物馆时他编的目录的这个号码 两个号码但是指的是同样的文献 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提到了好几次 腾芝先生他的论述 那么京都国立博物馆 收藏在收藏的敦煌写经里边 严格上说其实里边还有很多不属于敦煌的 敦煌的超本 那么基本上都我们把它算作敦煌写 一共有90件 那么有一部分是属于大股探险队的来源 还有一些是孙本文商郎先生收集之后捐赠的 那么首乌收藏的一共有大约80件 那么松本文商郎收集记证的 有100多一点 那么加起来一共是有90件 是来自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出读文献 那么唐芝先生的研究班子 在1961年62年 调查了首乌的收藏品 而且发现首乌收集品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收藏家 他在日本很多的博物馆都有捐赠 那么这个首乌先生收集的收藏品里边 属于中国写的那些金本 腾芝先生认为价值是比较低的 他的理由是一个是印章 还有从很多的收藏 同一个时期收藏的一些可疑的地方 来判断有很多的这个赝品 他举了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李胜夺家族旧藏印的影印 他有很多都是不相近同的 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理由 再加上同一个时期 有很多日本国内收藏的赝品 也是非常可疑的 那么这个腾芝先生的结论 他非常具有冲击力 对当时镇静了可以说世界的绝界 那么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品 有大部分都是违眷 那么后来又经过调查 有一部分经过赤伟先生的调查研究以后 得到了重新的评定 但是收藏品的大部分还是留有意义 所以关于这个现状我想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有旧的目录 还有旧藏印 这个收藏品上盖的这个印章 也就是原来的这个拥有主 他为了证明是自己的收藏品盖的这个印章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影印 可以推测是过去是哪位拥有的 是如何由来的 那么根据这个影印的不同 可以知道来历来源这个渠道 那么京都 这个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之前 这些中国的东方文献 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什么样的一个渠道 来到了比方说变成守屋的收藏品 或者松本先生的收藏品 那么尤其是京都国立博物馆 因为它有很多守屋的收藏品 那么那么在守屋先生 他是怎么样到手的呢 今天呢待会高田先生也会为我们做一个说明和解释 那么我现在呢 只是把第一的之前的这个拥有者呢 做一个聚焦的分析 那么我的着眼点 我看了几份这个敦煌 那么有一些呢 是显然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正文和题字的这个书写格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写有年代的文献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为什么呢 作为收藏家来说 他希望自己的收藏的文献呢 是写有这个年代 使得它的价值会提高 这也是守屋收藏品的一个特点 那么松本先生 他的这个收藏品里边呢 这个特点就比较少 那么松本也许 那么收藏家如果他是一个商人的话 很可能他认为有这个印呢 就能够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 那么通过这个盖了一个印章呢 可以获得比较大的一个利润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 也可以说真的这个文献上的也可能会 盖有伪的印 那么这个剑藏印呢 它一方面证明了上一任的拥有者 主人是谁 同时也能够显示出一个时代的一种流行 一种价值的程度 那么也会成为我们现在做研究的一个参考的线索 那么这个目录的类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在京都大藏会 这个活动当中成列过的一个记录 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提记 提拔 集者相一致的东西 我们把它领选出来 领选出十份 那么一共有每一份都有十份 那么最上面的观世印经 这是富冈签章的拥有 然后他这个在京都大藏会进行了展览 后来呢又属于转移到了守屋 收藏了 那么也就是说 富冈签章 他在他所拥有的文献 在这个交易 市场上流通的时候 后来为守屋的收藏 那么还有一个三一个年代 这是来到日本的一个年份 那么在此之前呢 也有来到日本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年份 可以知道 可以了解 来到日本的情况 那么 这个年代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从上个世纪 出业到四十年代 这个期间呢 我们可以推测在日本出现过 敦煌文献遗述的一个流通的现象 而且我们在世界上 是一个商业的一家 我希望有一个商业的一家 这一个一个商业的一家 一些金育的一家 我觉得这个是一家 那家的也是一家 我们下集了一家 我自己做一家 那么这个当传会往往会成列非常宝贵的一些文献 那么往往都会有敦煌的文献出展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来历的线索 那么有十件京都博物馆收藏的文献 曾经在大藏会上进行过成列 我们想关注的是这个手务校 它可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收集中国的写金本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目录可以这么推算 那么我想在这儿呢 把刚才的叙事做一个梳理 那么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人 一个是三本T二郎 还有青野倩次 这两个人在刚才的发表里边 我没有提到 这个三本T二郎呢 之后呢 它的收藏品成为手屋的收藏品 比方说三重县的美术馆 美术馆和博物馆有收藏 那么在木黑呢 有三本T二郎的一个政治家 还有实业 他是一个政治家 实业家 这个人的收集收藏 他呢 他从东黄文字的这个所藏的印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 从三本到首屋的时候 有一个古王山古董商的一个存在 那么三本T二郎 他制作了这个目录 陈怀塘的目录 而且他梳理了自己的收藏品的提词等等 那么从这个线索 我们可以发现 可以推论和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是一致的 还有和中国的甘肃省过去的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物 许承尧是很有关系 那么许承尧他的一部分的收藏品 就到了三本那里 那么这和富冈倩一样 也就是三八年的时候 富冈的一部分的文献呢 通过这个交易买卖 变成了首屋的收藏品 这是可以推算的 除此以外 京都博物馆收藏品之中 有张广建 孔仙廷等等 他们的收藏品的一个印章 张广建 许承尧 孔贤婷 他们都是敦煌研究家非常熟悉的人 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 还有复旦大学的刘勤 伊兴博物馆 克林奕忙 老师 还有台湾的建华仔 都研究张广建 许承尧 孔贤婷 这些收藏家的来历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京都博物馆跟他们的原来所藏的是一致的 那么把印章的字放大是这样 最右边的张广建 它的图章有一半是脱落的 这个孔弦亭的它一般是看不到的 刚才定源老师讲到鱼691 这个鱼的那个部分 鱼692是有一个完整的红颜色的印章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缺落的印章 就是孔弦亭的印章 那么最左边的它具有一个特点 是盖了张广建的一个印 那么还有一个李胜朵 这个李胜朵是非常有名 那么它不仅有张广建的印 还有李胜朵的印 那么这些呢都转手到了首屋的收藏品了 那么中间的 那么它如何的转手的过程 那么它如何的就是转手的过程 那么它如何的转手的过程 但是最后呢是到了首屋 刚才讲到的赵广建许城堯 孔献廷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们都是原来甘肃省的比较有势力的行政官员 或者是军人 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拥有敦煌的文献呢 刚才有提到的 也有可能有一个从王源路获得的一个卷证 有个叫燕狗 他好像得到了很多来自王源路的证的文献 那么其次多的就是这个张广建 那么他的属下 就是许城堯 那么许城堯是张广建的部下 张广建拥有的遗书 顿华遗书的几份呢 目前保管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那么也有一篇 关于这个三井收藏过程的一个论文 还有关于许城堯 刚才发表的老师都提到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位老师 复旦大学的老师 他是对他颇有研究 他在工作岗位的时候 收集了敦煌文献200多份 那么其实呢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孔献庭 而且呢 被认为许城堯的文献当中 有一些呢 是混入了非敦煌的这个超本 还有下面是三本T二郎 他买到了许城堯 张广建 不仅是来自中国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中村布哲 这位收藏家 他是书法家 他收藏的文献当中 也发现了有张广建和许城堯的 这个东华文献 中村布哲的收藏品当中 不仅是直线于许城堯 来历非常的广泛 而且都是他购买购入的 好 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从王源路 然后呢 到延庭 延洞 那么后来呢 然后又转到张广建 那一部分呢 又转到许城堯手中 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 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言 那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全部给这个 就是王源路的东西 所有的全都给了张广建 并不是这样 有一部分呢 可能呢 就是最后就是进入了 最终进入了三井纪念美术馆 还有一部分随城堯的东西 一部分呢 给了中村布哲 那拱县亭呢 还有一部分呢 是到了山本第二郎首中 然后呢 转到这个守屋校葬 然后呢 最终再到了京都国立博物馆 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现在正如刚才介绍的 比如说张广建 还有孔贤庭啊 他们最终呢 他们只是京都博物馆 收藏品中的五件而已 但是其中还有二十三件呢 有可能是李胜夺 或者是他的家人 然后呢 有他的这个收藏印的 这个呢 我们是也能确认的 这二十三件 是我确认的 或许还有我没确认到的 但是我想可能呢 我对这些就是盖了张的 我都确认了是二十三件 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这些收藏印 到底什么东西上面有 什么样的收藏印呢 那么我觉得可以是就是 敦煌的画 就是信语书屋 然后呢 就是敦煌密件上面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收藏印 我们可以看有这么多种 那么可以 下面呢可能有点不同 但是呢 这十四件 然后上面都有这样的收藏印 这些都可以确认到 然后呢 京都博物馆所收藏的 这种敦煌文献当中 是其中的 也有就是盖了这些章的 一部分是盖了这些章 比如二十一 十九 二一 这五份 是盖了这个章的 比如说 木斋审定 就是第二个 这是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 有两个都盖了 另外呢 木斋真赏 就是第四项 这是呢 有十一件 收藏品中有盖这个章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一个汉字 这个呢 是我 这个确认的时候 然后做记录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文字 那以后呢 那以后呢 我就是把这些 省略不多言了 那么还有 有盖章的 能确认 不仅是能确认这些章 还有就是这个书屋的 就是京都大学一个雨田教授 以前也曾经当过他的校长 那么他呢 也来就是 确认了是 在1936年 然后呢 转让给这个雨田想的 然后呢 也有这样的印 那么 京都国立博物馆 藏品当中 是在30年代 1935年之后 流通的物品 可以这样讲 那 我在把刚才介绍的 这样一个流程 归纳在这张图中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就是从 李胜夺的收藏品当中 是1936年 然后给了他的儿子 是李胜 那么想必好的东西 都转让给他的这个 就是李胜 然后他又就是 转让给雨田想 那现在呢 是在大阪的信誉书屋 来进行收藏 然后 那么 那么李氏 家族的 这个收藏的品 大概是20件以上 就是转给雨田想的 产品当中 就是这个 文献当中 就是作品 收藏品当中 有20件以上 是李氏家族转让的 那么后面就是觉得有点 为做定夺的是 1939年 在北京 然后李胜夺收藏的东皇文献 然后呢 有一个要出售 这样的信息 那么据说 有人当时一个日本人 叫安藤德契 他当时生活在北京 在39年2月19号的时候 他听到了 李胜夺要把东皇文献 全部出售这个信息 于是他就考虑全部购买 那当时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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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1939年的时候呢 又说有这样的 这个要出售的信息 那么 因为呢 就是 说 李胜夺 因为他是一个收藏家 那么 大家就考虑呢 如果他要出售 从他那边买入 那么 有这样的信息 那么 安藤 德契呢 他当时 也听说是有500件 都是李胜夺收藏的 敦煌文献 但是最终呢 他没有买到 是由另外一位 银行家 政治家 叫王克敏 因为王克敏 全部买入了 那么 这边 比较重要的就是 在文献 文献的 这个 莫伟 那有就是 他自身阅读的 这个文件 文献 然后呢 有47件 那这样就出来了 下一个问题 那么 刚才提到 36年的时候 李胜夺的儿子 然后呢 他是把一些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转给了 宇田祥 但是后来 39年又出了 500件敦煌文献 那么这个数字 就觉得令人值得怀疑 为什么会有 这种情况呢 那为什么会 在39年的时候 又出了500件 那正如我刚才 索云 原则上 收藏印 盖了收藏印的话 那就是 李胜夺的 这个收藏品 那这样的话 就能卖好的价格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有可能 并不是李胜夺 而是其他的 李氏家族的人 收藏的 但是都是盖了 李胜 他的收藏印 这样呢 是希望能够 卖更好的 这个价格 但是实际物品 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这是道教的文献 叫 叫《大太上动玄灵宝庙经》 这是神种教授 曾经写了一篇 关于这篇 《道经》的一个论文 那么他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题名里边呢 没有写到藏 内容呢 却是领保中盟经墓 注录的这个序 重经序 然后内容的话 那么是相当于 刚才讲到的重经序 所以呢 就是他对这个内容 然后呢 做了一个研究 然后和证实 然后呢 他觉得应该是 要与什么相比呢 要比英法 收藏的P2386 S5733 还有S6659 这几个文献 应该呢 与他们进行比较 然后呢 但是要比较的话呢 那么就是 就是考虑 那么他文 尤其是文字 可以看到很多 都是有理有据的 所以呢 很难认为 它是仿造品 然后1939年的时候 安腾德契 他看了一个呢 就是那个名字 跟这个名字 是相同的 叫做 太上洞玄灵宝妙经 所以呢 考虑呢 这很难是伪造品 或者是赝品 应该是真品 那么我刚才介绍的 这份道经 那么如果是赝品的话 那赝品如何去造 制造 那么否则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判断 它是否是真 假 在30年代末期 到40年代初期 那么如果 是否能够进行伪造 那么要也考虑就是说 这种伪造的方法 是否能够伪造 通过这个观点 也来考虑 它到底是否是防品 那比如说包括 来看断它的文字 看断它的纸张 有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 国立博物馆 就是收藏的 币甲241首屋207 董孝准造经济的这个提拔 然后呢 另外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字体 可以看到 虽然写的人不一样 但是字体是一样的 想必呢 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写下来的 还有一个呢 是 我没有具体的这个图像 就是B甲279和121 那这是用草 尤其是下边B甲279 是用草书来写的 那么背面呢 是没有办法来特定 但是这叫池田 他来进行判断 然后呢 认为它是S2554 认为它呢 应该是 不得不说它应该是真品 当然 现在还有带 就是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也有这样研究的价值 那么来看就是这个房品 这个呢 是董孝准造经济 那么它呢 就是 这是B甲241和首屋207 然后它有刻印的年代 然后呢 但是这边呢 就是写的这个董孝准 它呢 于P2866 上面写的它是随朝人 那这样的话呢 那么在看其他的收藏品 进行比较的话 就认为年代不一样 那么我虽然没有看到这张 就是这种 就是纸板 但是 我觉得因为字体呀 时代呀 这些都是有出入 所以呢 可以从过这些角度 来进行论证 它的真伪 好 这是一个归纳板 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在20年代的时候 比如说 张广建 他们收藏的东西 来进行流通 然后呢 进入到日本 比如说中村布折 他们来进行收藏 还有呢 进三井家族 来进行收藏 然后呢 到30年代的时候 李盛夺 然后他的收藏产品 然后呢 一部分就是包括 东皇秘籍 转让给宇田响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是 李盛夺一家 一个家族 他们拥有的东西呢 然后呢 是也是被出售 那这里边呢 有可能就是 他有赝品混入其中 这是可以这样来推测 那藤芝教授 那么他的指出的内容呢 那么想必也是 指出了有这样的赝品 那么虽然他有 他的一定的真实性 但是还有些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部分 好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严本教授刚才的发表 那么作为我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而言 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而且受益 这一步研究 也就是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 各位观众们 如果对今天的报告人有问题 要提出的话 在开始讨论之前 也就是是大约40分钟以内吧 日本时间的3点50分之前 请把所要问的问题写进 字母的问答框里面 另外呢 那个我们欢迎大家提问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未必都能够呢 做出解答这一点 请预谅解 好 叫大家久等了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高田石雄博士 高田先生 在法国社科高等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 也是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 专业为以原始敦煌学 以中文为中心 做以原始的研究 同时以敦煌选本为中心 开展文献研究 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对外发表 在国内外赢得了高度的评价 高田先生 本身现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 中国敦煌吐乐番学会海外理事 今天高田老师将以敦煌写本 协入日本的书商门 好 那高田老师请开始 谢谢 谢谢博士 刚刚成文介绍我新高田 今天就以打出的这个题目 来做我的报告 我会想到 刚刚有几位专家们 都提到的 在日本存在的敦煌写本 应该说全部 并不是说 我并不加原则上 或基本上 应该说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所以说有人带入日本 应该多数为专业的商人 他们大约从什么时候 以何种方式带入日本 又卖给谁 这是写本委卷的来历的研究当中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敦煌写本 在1909年 由王道士偶然发现 今有很多国家 特别是因为我们在日本国内的 更为关注 它已经散发到了各地 我们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是有残经洞流出 也就是说 原来被封在藏经洞的血本 它是这个非常有名的 是第二次的斯坦因的探险队 还有薄熙和的发现 另外薄熙和先回到了河内 因为他当时在河内担任教授一职 回到河内以后 再次访问中国 先到上海 经由北京 从西伯利亚铁路回巴黎 途中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 把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血本 把数十种分给北京的学者 但是1909年 这是非常重要的年份 以此为戒 敦煌学正式诞生 我想这个大家就是知道的 罗振裕等北京的学者们 看了敦煌的血本 大吃一惊 博熙和发现了敦煌血本 这种消息马上传到了日本 第二年 当时刚刚成立的 京都大学的五位教授到北京 亲自看了这个血本 这是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的开端 所以说1909年 在远东地区 敦煌学诞生的发祥之年 那么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那么这个博熙和给罗振裕 讲了这个故事 然后他自己带回来的 只不过是一部分 其实残青洞还有这个八千种左右 那为什么你们没早点去 把他取回北京呢 然后听了以后 罗振裕 他这个非常慌忙的 也就是在农科大学的 当时他在农科大学 就是等于是现在的农学部的主任 然后他是这个学部 等于是现在的交易部 农科大学是交易部下属的学校 他一检索 然后他这个派人到敦煌 说应该把一些写本取回北京 进行了一些谈判 当时的教育部的高官 倒不太愿意 他说这个出钱可以 然后没有办法 就是让学校的人去取 那是1909年的事情 2010年 那实际上那些写本呢 运抵北京是在2010年 但是李胜夺 他作为学者的话 那是顶级的人物 他对写本或者是古书 是这个爱不赤手的人 他把自己的老乡 任命为取残惊动的写本的 一个负责人之一 然后凑齐了一些人员 运抵了北京的一些写本 有挑好的李胜夺 他是能看懂这些古书的人 他能够挑出好的 然后呢 到他的女婿家 他这个挑了一些以后呢 运到了他女婿家 剩下的就运到了自己的学校 那京都大学的五位老师 到北京去调查的时候 1910年的夏天到秋天 事实上在这个 都在这个学部 看了一些 然后呢 他也亲自到李胜夺的家里去看 所以说这个当时呢 他已经跟出去了 等于是李胜夺也出去了过一些 那这些故事 是这个人人知晓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么关键是从敦煌到北京 运输的精油之地 从敦煌到北京 估计精油甘肃 兰州 再用马来运写本 那么这个途中呢 那些官员们 他有认为自以为有这个权利来换 拿出取一些写本 其实这是现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写本来源 也来自于这些 那么其后呢 大家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那么完元路 就是所谓的王道士 也有隐蔽的一些写本 也是存在的 今天上后的斯珊 他也讲到了 对于完元路来讲 敦煌的写本 那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靠山 因此 他将写本交给了官员 然后呢 这个换取对自己的援助 它是一种这个一笔交易 如果是写本都交给了官方的话 就是没有靠自己 那个已经失去了靠山 因此呢 估计完元路 完道士也会隐藏了一些写本 完元路所隐藏的写本 然后呢 第三次大谷队的吉川小伊郎 就是从这个完元路那里呢 他所藏的写本买回来了 还有呢 第三次探险的是坦英 还有奥登堡的第二次的探险 但是1914年的冬天 那1911年到1914年 这在敦煌防道市 可以呢 把一些这个写本 你就可以找完道士的话 可以买一些写本的 那么这些都已经失全了 已经没有了 那么在甘肃流失的 那像刚才原本先生也都讲到了 那么我就省略不谈了 都是1914年以后 在甘肃就是辛亥革命以后 中华民国建国以后 到甘肃 被派到那里做官的人 在甘肃那一带流通的 所谓的敦煌写本 但是这个想尽办法来 这个买其买进 那么其后呢 这个也沿着种种渠道 流入到日本 这里面有可能包含着一些 这个伪卷 那这个我就细节就不跳过去 不讲了 这是北京的窃取 这个呢是李胜夺 那就是我再读一下 他1910年藏经栋的金卷 被移送到北京的时候 他的移送委员叫傅宝华 他是江西人 他是这个李胜夺的同乡 他并没有呢 马上运到学部 而运到到李胜夺的女婿 何正义的家宅 运到了女婿的家宅 然后李胜夺 还有何彦生 他的父亲 还有刘廷琛 他是这个金师大要堂的校长 以及他的朋友 芳儿签 等人物 将运来的东华写本 挑来挑去 要挑了好的 罗振宇其人 其后在1922年 获取了和振义和何彦生 他们负责了的 所拥有的东华写本的 全部买进 那么当时所买进的 罗振宇其人 他其实呢 原本就是没有多少 端华写本在手里 那么那个时候呢 比较多的来获取了端华写本 当时的这个端华写本 盖的章 就是方 就是这个抱前翁人 虚岁所得敦煌古迹 那么他介绍的这种 这个写本就是这个 这个世人所知晓的 后世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写本 那就是证明 他是来自于李家的 也就是说 为了这个炫耀 这种自己家所出的 来盖这些章 来盖这些章 王道士 及王元璐呢 我想多说几句 王元璐 那么他说这个北京 要运送北京 的写本 也就是说 在藏经洞以外的地方 要把这个 一些这个血本呢 藏在藏经洞以外的地方 那是16窟的最上层的 第366窟的 壁面的小小的一个洞窟里 王道士 之前 一方面向外国人 销售了藏经洞的 那个这个卷室的文本 那么也给这个安孝 到台等 人厅等 赠誉给他 然后呢 这个占了一些便宜 所以说 如果说他 通通把他被拿走的话 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另外呢 这个大股队的 吉川小伊朗 1911年 那是辛亥革命那年 他访问了敦还 然后他直接从王道士 购买了一些这个卷室的金 并且王道士呢 直接介绍给他 这个小洞就是藏经窟 那么大亚东文书院 那是在上海 然后他说 这个藏经窟的照片 就登在 支那省别全职 这个这个照片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 因为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照片 高速的 有一个人物 他已经是这个年过花甲 他发现了这种照片 那么以前我跟他这个研究 然后我就特别想把这个照片的事实 寻传给大家 就是这个当时的照片 那是新修之那省别全职第七卷 有一个图录图板 那么那个左边的空洞 一个洞窟 那这个366窟的藏经窟 那是集川 他已经直接从王道士听到了 这就是藏经的一个洞窟 这是我觉得是很大一个发现 王道士就把一些这个文本的 这个藏在这里 就是一个证据 这里面已经 这个加注了这个事实 那这就是现在的照片 大师高齐安老师 原来在敦煌研究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因此我们到了特地的到敦煌 然后再次去看了 发现了这个 那么最右边的 下面画有第16窟 它的旁边有第17窟 那么上面有这个365窟 其上再有一个第366窟 这366窟的墙壁里面 所挖出的一个小洞 这里面 王道士呢 他一定是把一些他的这个写本呢 这个藏在了这里 那么到日本流入的东黄写本 那刚才也说了 那全部都是从中国转到的 那么比较早期的东西 那主要是江党 涛雄在兰州获得的 曹树金三卷 这是1914年 是通过田中文球堂 交货给顾客 现在收藏在 一个博物馆 因此呢 这是我所知道的通黄文书当中呢 它是最早的 最老的 也许还有更早的 那么其他的我了解的是 我所了解到的是 这是国家一个 这个是杂志 这个杂志上都在过 但是并不是日本人 王大谢 王大谢是当时的 清国的 清朝的 驻日大使 他的收藏品 是这样的 因此1910年的时候 在日本有敦煌文物 但是呢 不是日本人收藏的 那么作为日本人收藏的 最早的东西 就是1914年的 江党涛雄 再回到日本 通过田中文球团的 卖给 中尊部哲的东西 这是最早的 那么这个经典呢 是中尊上写的 我拿到的文书 的来龙去卖 是 熟悉 是 住在 四之五的 黑点多九马 他买的 西位的 法华金 地域品 这个并不是东华 东华文书 东华文献 那么然后 这个田中文球团 送来的 唐草书 法华 玄奘二卷 以及 玄奘一决的一卷 那我估计呢 这两个是最早的 日本的 日本人收藏的 东华 写本 就是经过江党 超胜 他在江苏购买的 那这个1914年 那么当时在江苏的话 比较容易买到 拿到 东华遗书 因为在当时呢 也很多官员呢 在那里买到 苏集了 非常热衷的 卖 苏集了 东华的写本 这样的时候 时代背景是这样 那中尊部者呢 鼓励说是在日本的 苏集东华 金券的 宣居者 当时很少人 苏集 东华 写本 那么藏经 元又 卫门 还有三本 第二人 是非常 有意思的人 但是 重置者 但是非常爱 书法 但是呢 对这个写本呢 没有 太多的兴趣 那他比较喜欢 那些课本 那京都博物馆 收藏的东西 就是有他的收藏品 是上本 第二栏的收藏品 还有首屋 校葬 亲也 亲自 等等人 后来开始收集 东华 东华 写本 那么1936年 宇田恒 这位身上呢 就是得到 宇田 长宾位的资助 来买到了 离宋多 就藏的东华 写本的所有的 东西 那下面介绍一下 宇田恒 他的收集活动 那首身是李邦 李邦的妈妈 是母亲 是日本人 那么白金 是作为中介人 那么他首身要求的是 要找他的母亲 亲母亲 那么李宋多 他继续的年 有很多说法 一般说是1937年 但是很有可能是1935年的元旦 已经继续了 所以呢 当时 李宋多就藏的所有的 文物呢 已经交给了李帕 由他来管理 那刚才原本 原本先生 原本老师也介绍过 那么这个李宋多的收藏品 的一共是432件 开始出售 那这个交易成立的是1935年 然后到明年元旦 就是陆陆续续的 帮运到日本 那么以前呢 那然后从一次为开端 就非常注重的收集血本 那么到了 战州末期呢 他的收藏品的数量高达 近达760件 那么新增的部分的话 经过树干 签葬的是50件 那么亲也签字的 经过他的14多件 那么除了其他的受转让的以外 那一般是经过书商的 祖祖墓竹包罗和江藤 桃胸通过他购买的东西为主 那么这个祖祖墓呢 那虽然他是书商 但是我很难想象他经守 敦煌遗书 可能是受别人的围多 那比如说那一天 他指定一定要通过走走墓 有这样的指示 他开始经守敦煌遗书 那么1939年到1940年 1940年 那么以后的话 于田宏他收集的文物呢 全部 几乎全部都是经过江藤 投赏的 那么1937年 他购买了 续听民师所经 还有一神论 通过高难 宣送 还有富冈家一家的家子购买 那么之前呢 这个富冈的这个主人呢 失去了 所以呢 从他的家里来购买 那么这个以前的东华密集目录 的这个新增部分 按照这个新增部分的话 1939年 买了39件 那么1940年 26件 41年是15件 42年是54件 42年是12件 他们购买了 那么在这期间购买的是 经过通过 江藤 涛雄的 那也有 如果要看他的日记的话 有这样记载 江藤来到 那我就 道教类的文物 还给他 还给他 这样写 那么或者是1940年 那么然后是1942年的话 江藤来到大学 那么金券的代价 我支付了金券的代价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 不知道是贵不贵 那么江藤 他经手的商品当中 确实存在 赢品 我介绍几个例子 那么刚才 这个定元老师 也提到过 这是我的路文 我自己学的 自己觉得这个路文 写得比较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一下 写得很清楚 那我简单 今天的话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有印章的 这是黎宋多的 非常有名的 这个印章 右边 左边都有 那么右边 还有那个 雨的家 还有何燕松 他的印章 也在 那么翻过来的话 这是背面 背面 那背面 是一个 佛经 那可以说是利用 这个 法华经 来 围造 东华遗书 东华文件 那有一个流行 这个围造品 也有流行 有一个趋势 那比如说 日本人非常喜欢 佛教 所以喜欢佛经 但是呢 原来是 卖给乌美的人 所谓 警教的 警教的 尾宪 这是 基督教的 一个 拜批 这个警教的 尾宪 的 围造 品 也有 那比如说 富刚 千藏 收藏的 《易神论》 还有高南 顺自然 他收藏的 去听 迷失所经 这两个是 在京都的 博物馆收藏的 还有 警教制 玄安乐经 还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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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经 那么一般 被认为是宣 原制 本经 那这四件 这四件 就是收藏在 信誉 信誉书 信誉书 但是呢 我认为 这四件 都是 为 都是 是宴品 是宴品 那么林悟 林悟 这个中山大学的教授非常熟悉 这四个文献的研究 他非常仔细地研究这四个文献 是中山大学的老师 这四件 都是信誉书收藏的 还有两部 就是大庆警教 大松东征规法藏 还有大庆警教 宣原制本经 那 这是 警教的 专家 就是 宣伯 浩朗 他研究的 他说在同志社 收藏 但是呢 其实是 没有的 都没有 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现在下落不明 那么前面的四部 文献是比较早的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围造的期间是 就是期间是比较长的 时间过度比较长的 那么同时在上海 这是在上海发现的 所以呢 就是当时在上海已经有 维俊 那么因为当时的上海 欧美人 很多欧美人的 中国在上海 所以呢 我估计呢 这是为对比的目的 是卖给欧美人 那么 那么 下面介绍一下 东国白坚的 东黄 吐鲁方写本 我写过好多论文 那么最近的话 在中国也 很多人开始关注 他的活动 那么 那么 这个来说 1922年 就是包括 土鲁方 古金 古血金 在内 就是原来是 王宿能 收藏的 血金 卖给田中 文球堂 那么 然后呢 最后卖给中尊 那1923年 这个关东大之战以后 将 佛书金刚 波罗 秘金 通过 江党 和桃宿 卖给中尊 布置 那么 1924年 这是王 从 王宿能 购买了 三国治 五治 残卷 这是非常有名的文献 然后把它分成 两个 一个卖给武警 林藏 一个卖给中尊 布置 那么1928年的话 辽斯文 他是在乌鲁木齐 的一个官员 他也是 搜集 土鲁方 血本的 从他那里 购买了 这个血本 然后卖给中尊 布置 那么1928年的话 将 田中三郎 作为中介人 将 张广健 就藏的 冬黄 血券 血券 卖给三井 家族 那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他经手的血本当中 未平很少 因为他有阴光 那么这个白鲁这个人物呢 是1983年 出生的 在四重厂的 石中县 出生的 那么 辛亥革命前后 在日本旅游学 那么法中大学学日本 然后在早稻田大学学 那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一般被认为是他毕业于早稻田 但是我不相信的 他没有毕业 因为他非常喜欢种植 因为是辛亥革命前后嘛 所以他开展了种植活动 那么他的 并不是革命派 是他是立宪派 那么1920年的时候 在华盛顿会议 举办之际呢 高调的主张 要举办国民外交大会 那么他的生活呢 那其实主要是 把这个中国的 就是中国的古书画 或者他等的 卖给日本的出产家 作为他的经营呢 牧生机 那么他的专业 是苏东波和石金 他卖给阿布凡次郎的 一个文件 就是枯木怪石图 就是几年前 在香港的家世的 开卖当中出品 那么以4636亿港币成交 那他是崇拜那堂湖南 那么1924年 当时的 他是收藏的人 就是网宴经刑 从大那里 购买了 弹写等的 书文的藏件 然后转让给 湖南 那堂湖南 那么除了他以外 跟 朔宜 直习 还有少庄主持 等等人 有交往关系 那么他 被送送了 东方学报 京都 因为他是外国人嘛 作为外国人 他唯一一个 有这样的关系的 那么1943年 他出席了南京 举办的 玄奘 三赞遗骨遗交典礼 那么43年的话 就是他当年的 防空大同名的委员长 1961年5月份 是革命后 因为革命的时候 他的生活比较苦 那么革命完了之后 将苏东坡的 肖乡族源图 就是通过北京合并书店 卖给众多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 江丹 超雄 这是他的照片 我查了中国的网页 才查到的 他的雅号是玄海 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雅号 那么商号是长安状 那么在上野 开他的店铺 那么很多 将很多东坡 金券卖给 中宗部职 还有一天 那么专业 是不是写本 是书画 因此呢 跟张大千 有生活的友谊关系 写下的生活的友谊 作为 就是个人 跟张大千 有生活的友谊 还有黄顶尖 这个就是 就是保存给他 那么然后呢 他突然去世了 因此呢 张大千 非常的 焦急 然后 马上 到日本来 但是呢 他保存给 张党 投雄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文物 已经被出售了 那现在 在一个博物馆收藏 他作为 商业的第三者 是购买的 那么他 在1953年 在京都客死 那年轻的时候呢 将 上岁省的汉中 这个地方 作为 他的 商业的根据地 非常有名的地方 就是喜欢看 这个三国志 三国营义的人 都知道的一个地名 那么 他购买 中国文物 那么他认识 举尺 龙衣 还有白肩 因为这个行业的圈子 非常少嘛 所以大家都认识 那么 顺便介绍一下 举尺 龙衣 他在北京住在50年 他大的变海业 除了他的变海业以外 因为他非常喜欢 书画和古董 所以在琉璃厂 开了 有种书房 这样的书店 那么 按照这个雨点滚的日记 跟1943年 在饭店 见面 五田 六泰 然后 这个听取了 要购买 东黄 金券 那么 4月16号 是跟 就是 跟 举尺 见面 就是 如果是三万块钱的话 可以购买 这样进行 谈判 沙西大北京 被购买 进行 拿到 拿手 然后 要卖给 五田 五田一家 那么 4月17号 通过 谈判 通过 学商 通过 商量 决定 决定 卖给 五田 那么 这是 这个 代价 货价是 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那么 三万块钱 支付给 几十容易 因为 因为 这是 战中 之间 这是 七七事件 左右 前后的时期 在这个时候 外行人 开始 接入 这个东黄 遗书的 买卖 那么 当时呢 就很多 虽然是外行人 但是非常喜欢 这种 东西的人 就是 介入 买卖 那比如说呢 1938年 就是 吉野 新伊朗 他是一个 士兵 那么 那么 他的有关 这个 黎宋多 所收藏的 典籍的 调查的 文章 东载 买卖新闻 那 当时有 照片 那 这个照片 看得 非常有名 的 长信马 文书 就是在 现在在有 灵馆收藏的 非常有名的 文物 文献 那 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照片上 现在有 灵馆 有印章的 有盖印章的 就是 黎宋多 还有 何燕松 但是呢 这个当时的照片 看当时的照片 文章的照片的话 没有这两个印章 那 也就 也就说 1938年 他这个 吉野 他在 中国 拍照片之后呢 这个印章 是被盖上的 那可以通过这样的故事 可以了解到这个 维造的过程 非常有趣 那么这些 非专业的外行人 来购买的 不难想象 一定 有不少的 假的 那我先说说 专业的 领域 那最终 谁来卖呢 有事 我现在认为 我认为 这些 我认为 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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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你们都 那么大家知道它是个天理 它是因为从洪文庄来交货的 那么田中文秋堂 它已经把那个主人由儿子那一代来传承 那么它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 也附上一些一封信 那么当时也有不公开的一些文本 关于这些前几年我做了一些调查 并且也发表过一些文章 在这些过程中 也所发现的 那么我说说结论 从中国带入日本 冬环血本的业者 是当初是白间江藤长安专等 比较有限的 但是从大正三年左右开始 不断增加 在日中战争时期 有一些外行也参与其中 包括一些伪卷在内 大量的冬环血卷被带流到日本 当初多数是佛典 向警教经典等特殊的 很早成为了高价买卖的对象 那这些东西呢 那个也是觉得 也是一种讽刺性的吧 都是在日本 那么1909年作为学问 东环学诞生 可是那这个学问呢 逐步得到发展 世俗文书 作为史料 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个呢 我刚刚也都提到了 江藤长安庄 在战争木基所带入的写本 有可疑的比较多 未来需要重点进行调查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非常感谢高田先生 非常有意义的报告 20世纪前半期日生之间 美术品的转移 往往被忽略的那些中央领域 能重新照射了一些光芒 好 以上是今天的所有的研究报告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综合讨论的环节 之前我们先休息10分钟 下一步的会议 从我们是写个 从现在算起10分钟以后 从4点10分开始 谢谢 谢谢 下面我们开始综合讨论 在日本国内出席的老师以外 我们还有从伦敦参加的 苏珊·维特·菲尔德老师 德国的卡门·麦纳特老师 以及上海定元先生 他们从以在线的方式连线参加 同时我们也有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名誉馆员 常年研究佛教经典的赤伟荣靖先生 也为我们做评论 赤伟先生而且在1997年 出席参加了苏珊·维特·菲尔德老师 所举办的针对20世纪初业 东黄写本尾卷为主题的学会研讨会 讨论部分这个环节的主持 我们请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上山研究员进行 下面就把话筒交给上山先生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综合讨论部分 主题是敦煌写本尾卷的问题 首先上午还有下午 各位老师都为我们做了精彩的报告发言 表示有衷的感谢 苏珊·威宏老师 迈纳特老师也参加综合部分的讨论 非常高兴 你们听了下午的研究发表 是不是有一些感受或者评论 因此想首先听苏珊·威宏老师 还有迈纳特老师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好 谢谢 参加这次研讨会感到非常高兴 那当然是我不能直接去参加线下的会议 这是遗憾 英国现在是晚上 我一个月以前听说 这次一些会议的概况 细节不知道 那今天我又听到了细节 那么我们24年以后呢 来研究有很大进展 那从滕之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起点 我们进行了一些个研讨会 但是我们也重新认识到 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 那么高庭先生的报告呢 我也听了一些 那这个问题呢 看来是也是这个有复杂性 而且就是像那个经销商收藏家 还有书商 如何来开展 他们的来龙去脉 他在中国和日本 还包括呢 一些这个文书方面 有做了介绍 那么这个海外的 那个有关这个文书的研究 也是很有进展的 我认为呢 今天的会议呢 对我来讲是很有启发 对于一些写本的来源 一定会有进一步的研究进展 在日本的一些收藏 等方面 我认为呢 要需要 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那么再想说我的观点以后呢 再听听 我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另外一点我要谈的呢 我发现啊 理解就是了解一下 掌握一下来源 从何而来 是非常重要的 中环的写本 它的来源 它主要是斯泰因的 写本 就是今天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那产生了疑问 关于它的来源 从何而来 产生了疑问以后 对它的真伪问题 引起了争论 那现在呢 我们很多学者呢 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讨论 我们看来需要呢 对未来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收藏的一些文书 进行一些个真伪方面的研究 而且呢 很多资料的话 我们越来越容易的来获取 所以说 我相信呢 以后可以呢 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的项目 共同研究 来共同的加深 对我们的这个收藏文书的一些理解 那么现在呢 这个大量的 但是呢 有很多是散失的 散失到各处 那么我们还需要呢 不断的去探索我们的答案 那么特别 愿意呢 称赞今天做报告的各位 你们的这个报告是非常的精彩的 我也希望这些这个报告 能够呢 这个正式的对外的来发布 以此为奇迹 也希望我们的国际的研究 取得更大的进展 而且就是这个 希望这个文本的这个伪研问题呢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谢谢苏珊卫红老师 下面请迈纳特梅开梦老师 发言谈谈您的评论 非常感谢 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那么让我介绍了我们佛教 知道的研究项目的内容 非常的高兴 非常感谢 但是有几个研究发表 我没有看到 当然在我的研究领域当中 这个维俊问题 为血本问题 并不是主要的领域 最后的几项发表 我是有机会听到了 我是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了发表 介绍了我的研究项目的内容 一个宗旨呢 就是说因为血本 它有很多的问题 它是零散的碎片的等等 其实我们也是碰到过相当的相近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研究人员 包括在座的各位 举一个我们研究项目的一个例子 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项目 我们的方向 我们如何推动 我希望就我们的研究手法方向 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在我的刚才的视频介绍中 也提供了跟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网页网址 我非常的欢迎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或者感兴趣 直接跟我们联系 谢谢 谢谢 麦娜特女士的发言 由于我们世界各地的视察是不一样 很难在同一个时间一并的进行 但是今天我们能聚集在一起 非常的高兴 关于版本先生有关 纸质的地区之差 您在报告当中也给我们揭示了 纸张的差异 它的意义 比方说麦娜特女士也讲到 Dislod等等 互相我们能否我们研究人员之间 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共享互动呢 这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课题 2004年 我们举办了一个写本的博物馆展 然后我们在上一次的研讨会上也进行了讨论 那么上一届的研讨会 十种先生参加 十种情通先生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您不能为我们直接写在我们的提问圈里边 提问区域里边 我们很愿意如果有时间的话 安排回答 好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提问 在这儿我想做一个介绍 来做我们讨论的一个线索 首先针对我的发表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疑问 那么由于这个食物很难 所以有很食物很难 有能够接触 那么有很多的人 他可以连在一起 那么最后的 比方说有一个结论的部分说 那些精手的业者 他知道这些精巧的唯本是存在的 这一点呢 我不敢苟同 那么手本 它能成为一个标准本吗 这个验品的标准吗 那么同样的 同样的动洋的成品里边 一行的字数是不一样的呢 这是第一点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考虑 这个验品 如果是硬品的话 为什么出现这个行数 还有字数的不同 那么关于这个行数的问题 那18字的这种 18个字的写本呢 也是有留存的 我们看一下 斯坦英 5134 磨合研金券第45 券里边 这是斯坦英收藏品 是这样的一个写本 这一行的字数 我现在数一下 123再数 18个字 一行18个字 的大致度论 确实是我们能看到 是留存的 那么与这个大致度论相比 那么另外一个大致论 到底是不是copy 是复制呢 我觉得这个值得去研究 如果 我的研究对象 手屋本是真的的话 那么大企划应该是尾本 但是呢 这需要证明证据 那么内容和提拔 如果就是 如果这个阶段的话 你必须去证明 内容证文跟提拔尾巴 应该是分开来对待 这一点 还有 那么艳品的制作者 他写了一个 就是倒过来的一个符号 或者打了一个针 一个洞 一个针孔 那么这种加工 手术会做吗 那么藤芝先生呢 他放大镜很细致地去观察 发现 关于这一点 他把它作为依据认为 已经这个制作尾券的 这个事实已经为人所知 这一点呢 我也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制作者 他有多少的知识 那么正因为如此 我们有必要去好好地研究 伪超本 伪写本的工作 什么叫做伪本 那么过去的定义是 真品以外都是伪品 那么不能证明是赝品的话 他就无法论证 他是违品 那么藤芝先生也说 那么他是有可疑的 但不能证明是伪本 但是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什么是叫做真 在此基础上还必须 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做的 还必须知道什么是伪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听了我的这番解释以后 赤威老师 关于这个真孔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真孔的 并不一定是伪品 但是一直调查研究之后 我的结论变了 那么我发现有很多伪品里边 确实有真孔的 所以艳品制作者 他们是知道 是有些人是知道有真孔的 有些写本是有真孔的 我应该这么回答 好的 那么那些赝品方面 我们总之也需要继续收集一些信息 看看其他的一些专家 包括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的话 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是对丁源先生的报告提了问题 那么请教文书的四种 他的真伪 你能不能披露一下您的观点 就是四种文书的来源 我主要参照了在先研究 学习了很多先人的研究 告诉我们 真伪 是不能够确定 这种意见占多数 另外刚才 各位老师们分别做了报告 那高田先生 等前辈们的研究说 承认了他这个是唯品 那么高田老师 就引路书 介绍了 还有荣辛江老师 等联明 也应该是十多年前吧 不是最近也发表过论文 那现在在中国 王兰平 老师 他也指出一些证据来说 他是学本伪卷 所以说先人的研究表明 他很可能是伪的 假的 但是呢 目前为止这个论证来说 在我的论文发表中 真伪不明的血本 来做处理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谢谢 谢谢对我的提问 好 非常感谢定元先生的回答 那么高田先生 也都讲到了 林郭学老师的报告 研究 那么看看高田先生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刚才 丁元先生介绍的几个 中国学者的 是这个前面所做的研究 他很有说服力的 他们的论证 还是具有说服力 文字 纸张 之外的 主要是他的内容 还有他的由来 来源 那他很可能 不是真的 我对中国的这些研究成果呢 深信不疑 那么刚才有的介绍到了 他是这个藏在了信誉 书书书 两三年前 有四种血本 他这个汇编成册 来发行 那么我想对这个 这个血本违建的研究来讲的话 未来一定是这个很有价值的 好 信誉书书 已经出版了 就是刚刚也这个给我们透露了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么严本先生请 请 四十三之间有关系 四五九和四百九十五 我认为是林先生分析的非常的正确 分章 因为单词应该是一样的地方 有一些写法笔法是不一样 这令人感到不同意感到可疑 因此这些都是基于内容的分析 而建于此令人感到可疑 那么与三十一 也有同样的一个依据 字是不一样的 但是 这个格式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洛阳发现的 七十年代发现的 令人觉得他们不应该是伪造的 做了论证 应该是 林先生认为应该是真品 那么这个鱼 那么这个收藏品 信鱼收藏品 还有两个 其实呢 也是有一些可疑的 有问题的地方 关于这个印章 我们一直在讨论 比方说印章的尺寸 大小不一样 就有一处呢 它的尺寸是不一样 如何解释 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呢 李胜夺 来源自李胜夺的流通 其中 李胜夺收藏品 里边混入一些尾券 或者本来就是尾券 这是未来 我们应该值得去 进一步分析的一个主题 谢谢严本先生 很多的资料 他因不同的研究的手法 也会出现 产生很多的不同的方向 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关注 下面继续念一个问题 高田老师 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 冰田德海收藏品 您没有提到 冰田收藏品的真伪 真业 您是如何考虑的 请回答一下 冰田德海 那是大丹省 原来在大丹省做官员 而且在北京 逗留的时间比较长 他主要是在北京收藏 回国以后继续收藏 也增加了他的收藏量 那么他在国会图书馆 他这个时候有一半是锦上书店的书 交给了国会图书馆 他是需要经过国会决议的 那么剩下一半 当时是范田先生说 但是因为说那多半是假的 然后剩下一半 就是就在放在锦上书店 没有交到国会图书馆 这个事情大约在十年以前 那中国的有些那个这个拍卖企业来购买了 那么藤之先生呢 曾经也指出 他有可能是那个伪卷 这与其他的文数一样 他是一种这个发出的一种警告 那所以我估计呢 其中可能含有一些伪卷 那冰田德海 他在北京收藏 所以说这次呢 没有列在我的报告内容之中 这主要我主要是针对是 这个非专业人员的这个收藏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接着 请监本先生来说一下 好的 冰田德海收藏的 敦煌写本 常说的一部分被收藏在了 国会图书馆 刚才京都国立博物馆 收藏的年表 我呢在会上做了介绍 其中的后半部分 在三零年代后半期 开始收集的里面 也有就是林振夺的姓章 那么也是个真伪呢 就是这个混杂在一起 从那个年代 冰田先生就开始收藏 他的一些写本 那其中是安藤先生 所就是47种左右的产品 那这里面他姓名中 就是也能够看到他 就是这个安藤先生呢 是这个北京在1939年 所看到的47种敦煌文本的一部分 或者是安藤所没能看到的150种 当中的一部分 也可能含在这个冰田藏品 那么这些真伪的话 是不能轻易的来做出决断 有待以今后的研究 但是估计里面 也会含有一些伪卷 因为我们这个过去的研究当中 有些呢 这个被认为是伪卷 刚才这个还有 这个卡米斯卡先生 他也就介绍了一下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 还有其他的 那么这个只能被认为是真品 那这个呢 是在文件上 他已经做出证明的 算是我个人的话 可能都有 就是两种都有 所以说这些也应该说是 我们未来的研究课题 感谢原本老师的回答 那么我们把焦点放到 本本老师 我提一个问题 那么在座的各位老师 都是因为我非常的想和 各位老师交流 我计划了各位老师 也是出于我的个人 那么 关于您的报当中 谈到这个文路 它缺乏多样性 还有些特点缺乏多样性 关于您指出的缺乏 欠缺多样性 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 我们探讨写本 您探讨了很多的写本 做出了这个缺乏多样性的这个结论 从六世纪到十一世纪 被认为图标里边缺乏 多样性的这些写本 假设有一些是被在二十世纪 伪造的那个结本的话 也会反映到你的表格里边吗 比方说 比方说 十世纪的 一些作品 这是很难下定论的 比方说 用竹子来制作的 那么这个作品呢 在十七世纪的敦煌 如果要出土的话 那就是很奇怪的 比方说 过去的纸质 用过的曾经有源头的纸质的话 那就很难去鉴定 所以这个纸张的化学鉴定 能够发现 多少能够把理解的程度 或者把断定的程度 升到哪个水准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 本本先生 刚才我提到的十种情同先生 非常针对 他也直接参加了 和斥伟先生也参加了 几十年前苏珊老师举办的 维本的一个研讨会 那么石总老师好像有问题 我们请石总先生提问 我是石总 我是石总 是纸是音品吗 没有视频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请您讲 这是屯知老师的时代呢 刚才97年的时候 就是97年的那个水平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研究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进展 比如说呢 一个数据库 就是用计算机呢 处理大量的数据 就是各个地区 各个时代 就是文献呢 进行分析 那么作为图上的数据 来可以获取 同时可以分析 那么还有纸张的问题 那这是版本老师的专业领域 那不仅仅是纸张的 就是成分 那么同时呢 这个纸张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是重视的纸张吗 还是不是吗 还有马制的马做的纸张 还有这个利用部来做的纸张 和宫廷写本等等 是重视的写本 是利用非常高档的纸张 所以呢 同样是用马制作的纸张 但是呢 还有很多种类 从这样的角度 不是充分以外的角度 可以进行分析 还有要看看谁收藏 还有 这个文献研究 那就是访问研究 就是本文的研究 这个内容的研究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而且这个 复补的 可以同时进行的 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有些计时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破绽 所以呢 纸张还有这个 来路等等 等等 都得到了一致 这就可以判断 这是私人的 或者是重视的 还有哪个时代的 是什么地区的标准 是标准不标准等等 这我们的研究 已经有 从1997年 相比的话 有很大的进展 那因此呢 这个真伪的判定 当然有 这个 最大的原因 那么这个学术以外的因素 也有很多 因此我 某一阶段开始呢 我不愿意积极的发言 但是呢 我们要综合的判定 那这样综合判定的话 就是自然的 而然的 就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结论 那么同时我们要客观的 去说清楚 那么现在的话 有数据 是已经有很多 我们可以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 可以提供为研究人员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谢谢 那么刚才提到了 也就是说客观的 在研究上还有一代 有待进一步提升 但是现在呢 已经有了很多数据库 那这些可以说 我认为呢 是可以马上就能把结果展示出来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汉字的 这个字体的数据库 那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字体不断的就是变化 或者在这个四周之路的这种研究 或者是在这领域的研究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都是有用的一种研究方式 是要需要进行综合判断 而且 我觉得 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一个特征 应该是进行综合判断 那么如何让能够继续说明 能够让大家听得明白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 那还有东阳文库 它有这个英文 还有日文 然后也有一部分已经公开了 还有一些调查团 然后呢 有一个50周年纪念的论文集 然后也有追加了相关的信息 还有 还有 还有有些方法论 这样的一个方法论 然后呢 已经确立了 好 谢谢 石种先生 那么 接下来我想问定元先生一个问题 我要提的问题 就是我的问题 我要提的问题 可以可以 那么定元老师的报告当中 有只是这个综合 是拼接就是信义书 跟中国的国家图书馆之间可以最后的东西比较最多 这是您的结论 那么就是送到当时的学部教育部之前呢 第一顺度就是去取出 好像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他窃取 或者他取出 那就是他 我觉得呢 他把全部都取出了 但是好像不是 那么 那么 Vitfield老师也说 就是有的东西要 分成两个 为了 这个 那比如说 你的研究到第五号 第八号 第九号 十一号 这个综合 的部分 有分成两个 有几核处 这是有沾水吗 有沾水 原来是用沾水贴 这个沾水脱落 是这样子吗 是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那今天的报告当中 那就是新书夫和其他 收藏品之间的这个结合 追合是我的主题 那么之中呢 这是BD 就是北京 收藏品之间的追合 的案子最多 那么作为这个理由呢 我认为呢 是日本的收藏品 和中国的收藏品 之间有紧密的关系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其中呢 原本 就是 断建 就是东黄送到北京 之前 那有的已经有残缺的 那到了学部之后 有的东西呢 就到了学部之后呢 比如说 在学部的宋多当人呢 故意的 就是联维的 把它 分成两个 或者是三个 来弥补数量 就是其他老师也指出的一个观点 那我的研究之前呢 其他几位老师呢 已经这样提到过 那么今天的报告当中 有几个例子 那比如说 请稍等我去查 BD605 有酒 和雨的 六二一 六二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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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 故意的 故意的 把它分开 把它分成两个 我是这样 分析的 这个 并不是自然 脱落 是故意 故意把它切成 分成两个 那么除了 这些以外呢 那比如说 这个纸的 结合处 其他的 例子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自然脱落 自然 受损 这个自然的结果 是最多的 那这样回答可以吗 这样回答可以吗 我只能这样回答 好 谢谢你的提问 非常感谢 定源老师的回答 好 那我们看看 就是我们相互之间 有没有什么提问 或者是对其他人的 发表内容 进行点评的呢 有没有 好 高田教授 高田先生 我提一个问题 也是对今后 研究的一个提议 那今天各位 教授 讲师 都提到了 李圣读 他所收藏的品 收藏品 然后呢 会被带到日本 然后呢 其中呢 有很多是 这种伪卷 那想必很多人 都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 那么就是 关于这个 李圣读 谁做的 是做这个 做这个伪卷 是他的亲属 那么在刚才的论文 也提到 提出了一个 姓陈的一个男士 那么就像来 正名似的 还提到他的 就是上层的 老从义 他也是讲 姓陈的 也提到一个 姓陈的 然后就说 两份证明 都是讲 姓陈的 这么一个人 那么可能呢 还有一个叫 陈一安 陈一就是 有一个论文 提出是讲 陈一安 这么一个人 那么在善武 那就是苏三女士 她提到 介绍了 以前的一位 这个论文 然后呢 论文中 也提到了 陈一安这个人 当然这个 汉字不一样 那因为中国的学者 我想向他们 就是提出 这个要求 就是他是一个 近代人物 那尤其是 有可能是 李胜夺的侄子 按说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是他侄子的话 应该能调查出来 是不是他 所以在刚才 我的调查 周也提到 还有一个叫 白金的一个人 这个也是 我看了很多资料之后 然后就是 自己来推测 然后呢 找到他的 然后呢 也是来分析 他的作用 所以他们是 同一个年代的人 那这样的话呢 那关于陈一安 想必呢 应该是能够查到他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去调查 把这陈一安 这个人调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他 这是我一个提案 好 我也是强烈的希望 大家一起来调查一下 这个陈一安 还有陈 还有他的兄弟 有很多说法 就有的说 他是兄弟两个人 来做的这样的 这个就是伪卷 那么到底 这是真的假的 还希望 希望中国的一些学者 能调查来研究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这种做这个伪卷的话 这个能力到底有多高 我想呢 这样呢 可能跟他这个 来做这种伪卷的 这个能力 和这些具体的人物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希望这方面呢 能有一些 这个研究的成果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 想向大家请教 但是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那接下来请这个 赤伟先生 来做一个归纳好吗 那么好 我今天听了 大家的这个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好像就是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胡城河啊 外部都已经给的 就是已经填埋了 那么马上 就是接近真实的 这个真实 进一步的接近 这个真实 但是这些真实的地方呢 到底呢 是什么样的信息 有哪些情况 那么今天也提到了 IDP的网站 虽然呢 能看到一些图像视频 比如说刚才版本先生 让我们看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 就是这个超纸的帘等等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些 这种图像 然后呢 还有这些这数据 但是他以这个 就是实真正的 就是这些东西 到底是有什么不同 到底哪些是这种伪造 哪些是真实的东西 所以呢 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些 就是能够证实真实情况的 这样一些数据 另外还有提到纸张的时候 版本先生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就是纵线 和这个横线 这个条纹 是介绍的 这个也是超纸帘 然后它那个间隔的宽和窄 从某一个意义上而言 就是 我觉得这种 从纸张这个维度来研究 可以做一个突破口 可以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 就是来查到这个纸张 这个条纹了 还有它就宽窄了 所以可以说 我们又进一步 走进了这个事实 所以 如果呢 有这方面的数据 那我想呢 可能那接下来就是需要 我们在这方面来努力 那 那当然可以用这个排除法 也是可以的 那么因为呢 我原来也是 也是在这个博物馆工作 所以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就是更 以严格的这种眼光来审视 当然 那有的人希望能把这个范围拓宽 但是我个人 因为作为就是展示方 作为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觉得 我们 呃 是希望能有更多的 用数据来说话 所以 也希望今后 那么我们进一步能够 呃 就是 铺平道路吧 还有呢 了解它的来历 然后呢 就是铺平道路 走进事实 这个过程中呢 就要来查明一些文献的来历 等等 那么 也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 然后呢 就是 呃 迈前超 往前迈一步 然后呢 走进真实的写本 然后了解写本的真实面目 好 我就归纳这些 好 谢谢 你的 总评 那么最后 请 书生老师 那书生老师 讲一句 可以吗 做个总评 点评 总结 那我非常同意大家的意见 那我不重一点的话 就是我的意见 那我不重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看多样的文书 这个敦煌不是一个 啊 收藏品有很多 不懂得时代 不懂得地区的 写本 那这是佛教的写本 有这样的特点 那当然我们可以做记录 和做比较 但是呢 这个敦煌文献呢 是非常多样性的 会有多样性的 还有用的纸张 也有各种各样的 在不同的道具中心去做的 还有呢 大乘佛教 就是写的 并不是当时的官员 那刚刚志伟老师也提出过 那团志老师也说过 需要几种几种 做比较的时候的几种 那维俊呢 那当然呢 非常关注这个 我们不要忘记的事 有些东西呢 不能归纳这样的分类 但是呢 我们不要就是简单的判断 它是厌品 它也许是真品 那就是我大致上是同意 大家的意见 但是不要忘记的是 就是东黄文献呢 它本身就是富有多样性的 一个文献 那还有一点呢 我想说的 那比如说 这个造纸 脸的这个条纹啊 等等 那制造 维造东西的人 非常精明的 非常巧妙的 有的是商人 有的是学者 那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 那他们肯定是非常仔细地 确认真品的特点在哪里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背景 这种做维造的 如何分享这些信息 有关真品的信息 如何分享呢 还有呢 他们如何了解 真品 那这样的研究 也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研究对象 不要低歌 这是制造卫品的 他们的能力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发现 很可能是 卫品 就是如果我们发现 很可能是真品 但是呢 也许是一种卫品 非常巧妙作的卫品 那我们为了我们的研究 我们需要合作 那么同时我们 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真品 是什么 那么藤芝老师 那当时提出了 就是他当时做的一个研究 我们要继承到的研究 而且作为共同研究的分析继承 那么今后的25年 我希望呢 跟大家一起 就是今后的25年 一起合作一起研究 不知道25年后 我还是不存在 但是呢 就是我非常的期待 年轻的学者参加我们的研究当中 那我非常的高兴参加今天的研导会 我通过今天的研导会呢 我了解最近的研究进展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那么 未来的25年 或者未年的50年 或者未来更长的时间 都请各位学者继续多多关照 好 那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讨论 嘉宾讨论的环节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配合 好 谢谢各位学者教授 那么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而且这个环节非常充实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日程 真的已经进入最后环节了 那么我们这次举办国际研讨会 是由英国的这个 是与 这个塞恩斯伯里日本文化艺术研究所合办的 所以我再次向苏珊教授 还有呢 就是这个塞蒙克娜所长 然后呢 向他们的这个支持和帮助 再次表示感谢 那么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最后 再想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 那么我们的这个 是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 这次研讨会的最后的结尾之词 各位早上好 还有大家 大家好 那么这是 我是从英国非常美丽的东部城市 那么向大家问候 早上好 那么距离京都是9300公里 那么我也是彻夜未眠 然后呢 听了大家非常有趣的讨论 那么各位发表人员向大家表示感谢 那么 那么就是 确实是有很有刺激 然后呢 很有这种就是 这个 那我们这个城市呢 是叫做诺里奇 诺里奇呢 它是 我们是这个 布批非常有名 而且呢 也是教科文组织的 这个文化遗产注册的城市 那今天晚上呢 大家为我们介绍了敦煌写本尾卷的相关的话题 然后呢 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呢 而且呢是 聚集 非常 就是聚 聚 聚精会神的在听 那 维特菲尔德 教授 他也是有相关 这个就是 丝绸之路 把两端连接在一起的 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而且从四月中旬开始 会举办相关的展示 现在正在做最终的准备 那也会和我们的合作方 分享相关的信息 那最终呢会在就是 感恩节之后 然后呢正式举办 那还有未来两年之内 那我们会追加一些新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能够参阅 那丝绸之路 以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 那么就是还有呢 就是 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些 当地的民众生活在那里 可能对日本而言 可能是感到一些吃惊的 这样的一些物物交换 然后呢 这一个丝绸之路上 还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以前的一些交易传统 那现在由于地缘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到实际 实地去考察去观看 但是我们呢 可以把古代现代连接在一起 而且我们要非常珍重 这样的一种连接 那么京都国立博物馆的 各位朋友们 那么为我们能够 和他们一起举办今天的研讨会 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今天的国际研讨会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发挥了作用 而且这样的项目 也需要今后长期的能持续下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下去 那丝绸之路的这个分散 考虑到 也需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从东黄的这样的一些写本 超倦 还有的一些神圣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项目 就是从奈良到诺里奇 然后呢 使这个就是具体的内容更加分散来进行研究 然后呢 是考虑这种丝绸之路 对全球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对此进行研究 那在欧洲呢 也掀起了一个新的丝绸之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热潮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在线的技术 正如我呢 今天呢 也是利用这种在线技术 所以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研讨会 上一次是在19年 当时我们呢 也是和维特菲尔德教授一起到访了京都国立博物馆 那但是呢 因为之后 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以及现在乌克兰 俄罗斯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所以之后一直未能到访京都 让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其实研讨会之后 那么 我们通常都是开完研讨会之后 大家一起举杯庆贺我们的这样一些研究成果和研讨会 但是今天非常遗憾 不能大家一起举杯来进行庆贺 那最后呢 我也像松凡馆长 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 还有呢 像上山研究员等相关人员表示感谢 另外还像 这个 是相关的这个就是所长来 像今天的主持 还有呢 主持人 玛丽莎丽莲女士 也表示感谢 那今年非常遗憾 不能观赏京都的盛开的樱花 但是 我们 我们这边呢 有我可以来看 诺里基教堂 周边的樱花 那么 最后呢 我也是再次 感谢大家有这样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一起享受美味的啤酒 好 好 感谢西蒙肯纳所长的闭目词 我相信今天我们喝的啤酒干点好喝 那么 京都国际博物馆 举办的国际研导会 东获 写本维建 以四处之路研究现状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今天做报告的各位老师 还有参会者 各位参会者 以及日语 英文和中文的三国的翻译 非常感谢 为我们的非常学术 程度非常高的 这个研导会做翻译工作 那么 那么同时呢 就因为在 这个准备 丑办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京都大学的 Erika Fulte教授和那两国立博物馆的 Merylun老师的 多多协助和建议 这次机会 表示感谢 那么我们京都国际博物馆 今后 参计化举办 更多这样的国际研导会 我希望大家 积极参加 欢迎大家的参加 好 再次表示感谢 那サヨナラ 再见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 好 感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